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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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孩子的幼年时期 就是年龄越小 灵感越强 就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头顶上头 有一块骨头没有长死 成年人你理发 你摸头顶 它都是平平的稳稳的 对不对 你看一些小孩子的时候 他那个头顶好像蹦蹦跳 因为小男孩尤其是李个短发你能看到 他那个头顶也不是随着呼吸还是心脏 这样跳动 就是很软的 对 那在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子呢 多数都有点通灵 再说个更简单的通灵的事情 几乎每个孩子都曾经做过的事情 就是 比如说 爸爸这几天出远门 出差 做业务去了 尤其在当年 话说二三十年之前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啊 很少有人有手机 尤其是在没有电话的时代 这个家人和妈妈都盼着爸爸早点回来 可是不知道 没有音讯 要不然要靠写信才行 那写信的速度是很慢的 而有时候这个孩子还不懂事嘛 比如说一岁半的孩子 一边玩的东西巴巴巴巴巴巴巴 总是巴巴巴巴巴巴巴 就怎么样呢 爸爸要回来了 还有呢 我讲一下 我母亲做梦预感 有这个特别严重的亲戚要来的时候 你觉得能说吗 能说吗 无理 师父说 想说就说 想说就说 弄得还没法说了 算了 我母亲说啥我就不说了 尤其是小孩子 他都会有这样的预感 因为他没有个人的对事物的逻辑思考能力 越是没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人 或者是婴儿 小孩子 甚至是有人说他这个大脑不好使 尤其是说我们觉得弱智人 不一定是儿童 弱智人 他往往在说一句话的时候就特别的准 奇怪吧 你看 还有人还既用动物来给人类来预知和算命 我们在台湾看到有没有用小鸟来叼牌啊 在国内有没有啊 有 有小鸟 有鹦鹉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金丝鸟啊 什么蓝尾鹊啊 各种各样的鸟 给你叼个牌 它也是 它这个鸟 这个鸟它不是个人 对不对 哎 这个那个主人从笼子给它放出来说 随便叼啊 那么多纸牌叼哪一个 其实鸟也不知道 很无辜的 又让我叼牌 就叮叮一个就挣出来 啊 挣出来说嗯 第三十八卦 你看 这个时候第三十八上就是写 开始写这个福兄祸绩的事情 比如说 哎 上上前 贼好了 干啥啥好 哎 觉得挺好挺好 那这个鸟怎么知道呢呢 鸟也是不知道 哎 从笼子里放出来 因为它给你叼出圈来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吃虫子吃米了 它是为了吃东西 但是叼哪一个呢 它有计划性吗 没有 它说我不能总给人叼三十八号啊 明明来个男的 对不对 为什么叼三十八了 而且它叼的那个牌椅 它也不认识数字 对不对 而且数字是藏起来的 这一盒子纸牌 里面是哪一个树 叼出来一张 人都不知道 鸟更不知道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种类似的巧合 这就是所谓的 在没有进行判断的 它不像一个很俗气的人 一看哇 这个人穿的全身都是名牌啊 哦 这看样子有钱的 嘴唇膜那么红啊 有钱 有钱就说好的呗 要不我就说些不好的吓唬他 这人可以动着鬼心眼 但是鸟动不出来 真的鸟心眼来 对不对 所以它是直白的 所以它就为了吃俩虫子 所以就鸟呗 随便你鸟 不知道鸟哪一个 往往这个时候更准确 比人算还准确 对不对 人也有的人 有人说算命啊 都是现人的 是吧 他先摸了你的底 你在那路过 他摸你什么底啊 他哪知道你是干啥的 对不对 其实也有他的独到之处 无理 师父您好 就是刚才您讲到这些 就是靠一些 都不靠人的分析判断这种方式 就是动物它都会有这样的 这种直觉的这种感觉 我不记得是哪一届世界杯比赛的时候 当时有一条章鱼 特别网红 对 那个时候就是每一趟 足球世界杯 对 让它去判断哪一队能赢 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特别准 对 就是真的就特别特别 可能是二零零几年 二零一零年左右的时候 很神的这一条章鱼 对 从此之后大家再不敢吃章鱼了 通灵啊 风神了 看得像蛇似的那样 都是通灵 特别通灵 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预测 是比较准的 对 你说是巧合吧 那一场两场 它判断准确了 就是选对了 那我们能够认 它居然每一场都被它判断准确 所以人有的时候就不得不服了都 我告诉你啊 章鱼就没判断 真的真的 它没判断 它就是个直觉 其实你问的事它也听不懂 那是 它一个人给它招手 因为完了之后就有好吃的 就像小鸟一样是吧 是 之后爱吃的东西就给它了 是吧 比如章鱼爱吃鸡腿吧 所以一个鸡腿晃着 章鱼下一场比赛谁赢啊 它也不知道哪个球是第几号 咚一下子就打出来一个 这叫什么代表天意的震动 是 上天传达一种讯息 但是这个讯息就不能判断 是是 没有什么逻辑推理性 所以呢尤其是当法官的人 当设计师的人 通常就没有灵感 你想想它的职业是要靠 进行推理判断 而且很认真的判断 还有很多科学家 尤其是科学家中的化学家 数学家对不对 说物理学家还经常蒙人对不对 还经常呼一阵烟之后说怎么样 但是这个数学家就是说 每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它死定的那个牌 就得实进算 那个就是叫进行计算推理的 但是形成这样的习惯呢 你说还有一种灵感 能飘进它大脑吗 不会的了 是吧 这个水路空全被它封闭住了 它就根本就是没有任何一种灵性的讯息 飘进它的大脑 它做一切的事情 从找对象我都要判断 嗯 这个皮肤是我要的 这腰身是我要的 啊 这个身材味道是我要的 是吧 他们家的钱财是我要的 它经过仔细运算之后 所以还凑合吧 凑合吧 因为一般很难达到它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数学家不容易恋爱 所以读数学的人 为了结婚 找点改行还来得及 我已经说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 啊 章鱼不可算数 随时啪推这个球来 就就是人要的那个结果 就是它不是算的 就是一种 这好玩似的灵感 他也不知道人类是拿这个在赌球啊 对不对 他早知道你们下这么大赌注过 我才不给你玩这个 对不对 我就是为了吃鸡腿 就是章鱼哥爱干嘛 他就干嘛 对 所以那个小鸟爱吃虫子 所以就 为了吃虫子 所以就叼出一个牌来 对于他来说 这个还不容易啊 看老娘给你叼一个 叼出来一个 就是他也没有判断叼哪一个 他不是人用这个在算卦 对 所以有天生的 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都是天生的 你说鸟算卦是学习过的吗 没有没有一个鸟算卦培训班之类的 不可能嘛 是吧 张鱼哥呢 海里头有一个预测研究院 不可能嘛 是不是啊 恐龙是他老师 这肯定不是 是吧 所以说天生的 那么还有很多成年人 他小时候 有没有这个能力 不知道 但是还有很多 关键是职业性的 这个灵性的人 他到了一定年龄 这个能力很强 我们觉得 这个预测一件事情难死了 这个看一个鬼的话 他根本的急速我 是吧 自己壮的见了鬼 冒金星也看不见真鬼 是吧 能看见鬼的人 不费摧毁之力就看见了 还讨厌 怎么整天看见鬼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俗称叫阴阳眼 在中国古代 就是说那个包公 宋朝的一个名臣 包公先生 所以在他额头上画个月亮 其实代表是天眼的意思 有点中国神话传说 二郎神有第三只眼 就在额头这里 所以给他画个月牙 那就代表又是眼 又是月牙 又是皱纹 又是抬头纹 反正你猜吧 但据说他有阴阳眼 说你这个人 你是不是杀了人了 是吧 你站在这个人 后头站着一个女鬼 女鬼说他杀了我 对 包公说少废话 先给我靠起来 老实交代 是你杀了 说你咋知道 那女鬼一站你身后 刚才跟我说了 是吧 他有阴阳眼 那他到底有没有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的 要么那么多人闲得没事 非得编包公的故事干啥 对不对 再之后就是说那个 什么朝代那个海瑞 是不是 明朝嘛 明朝 说海瑞 海大人也有这个能力 对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时候 这时候至少要上亿的人口 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通灵者了 所以有一些是天生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很幸运的是雷劈了 一般雷劈了之后还活着 就全身相比火烤过一样 对吧 雷劈了那一次 但是很多是大难不死呢 还通灵了 记得咱们之前讲印第安 这个女药师 是吧 从上天打个霹雷 下来之后 像一个灵蛇钻在她身体里去了 而且能量储存的夏丹田 是吧 从此会医病了 有时候半个月不吃一厘米 而且还能有医病的效果 而且有预言的效果 所以他们的药师的概念 就是其实我们在古代部落之中的巫师 他既管治病还管预测 还管说我们该迁徙了 应该到下一个营地去 说到哪个营地呢 说我带你走 我也不知道 你带你们就跟我走就完了 他通灵 如果他都不准 没人听他对不对 就说明还有相当的准确性嘛 所以大家是听他的 所以我们讲过 在中国古代的很多玉呀 溜金的啊 很多这个宝贝制品 今天是古代的文物了 那时候就是给这个 巫师通灵者的 因为这些巫师就决定了 我们整个部落 这几百人或者几万人的 生死存亡的大事 所有的人治病都靠他 所以给巫师用的很多东西 都是比较高贵的 现在说都是名牌 奢侈品 但是呢也该奢侈 因为它向天和神沟通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好啊 所以才有了留下这么多 珍贵的文物 所以第二种呢就是 天上雷劈 那么雷劈的就是 就是一种巧合性的一种 和自然界的产生一种 一个很激烈的一个现象 但是还有人是 有一次莫名的发高烧之后 痛灵了 还有的开天眼了 开天耳了 当然也有人发烧之后 开始说胡话 之后会偷东西了也都有 有的变好的有的变坏的 真的是 嗯 那么如果有第三种的话呢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种 我没有想到的 那么还有类似第三种的话 雷劈第三种的话 宏观的大面就是修禅的人 修禅修道 他是真修 之后通灵了 我觉得我特别理解这一点 像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其实也帮了一些人 我没那么厉害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的小小的本事 也帮了一些人 对这个是修出来的 我个人我天生我 其实就是个笨蛋 我现在很直白的讲 我从小我就不自信 就是觉得我是最笨 对不对 物理你考大学的时候 总共加起来多少分啊 都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几十年前了 七八千分吧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每科一百分吧 物理师姐 哦 满分的 不敢 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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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霸 那都不叫考试了 那就直接可以当老师 是 就是这样 厉害厉害 脸红了 嗯 绝症加起来得两三万分 我加起来我记得两百五 吉祥树 两百五 横空出世 就是天上地上的中间层 挺好的 嗯 我刚才说哪了 就是第三类 修来的 修来的 第三类是修来的 那么第三类 算不算第三类吧 我们往后排吧 第四类呢 是被利用 嗯 对 比如说被其他的灵性 来借用你的这个身体和嘴巴 来说话 但是这个里头这种 这种 这种圣灵是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啊 有可能是 老虎呀 野狗呀 狐狸呀 但中国人最容易传说是狐狸呀 山猫啊 狮子呀 嗯 尤其是还有一种 其实容易修炼的蛇啊 啊 等等的啊 嗯 像像你到 像我们的祖籍河北地区 经常说黄有 黄皮子 对吧 北方到东北地区都有这个传说 啊 黄皮子就是黄有 啊 对 他也容易出现这个啊 所以他呢 借人的身体说个话 他借惯了 你就是我的啊 对 就是 所以有时候不说人话 有时候会 有表现的有点奇怪 对 也经常会露一些 类似动物的神态和行为 啊 说经常喜欢 啊 趴到鸡窝里去看看 啊 所以你在这干啥的了 对吧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他经常把小豆捉起来 啊 啊 他经常这样 所以这就是有问题 对 嗯 但是这些都是一种未解之谜 就是我所知道的大约的这种状态 啊 当然我还知道是有一种 也相当厉害的 它不是一种邪灵 但是它是这个地方的地神 哦 这个地神 它需要说 要找 要找一个代言人 哦 比如看了觉真 咱们肤色差不多 是不是啊 和地神之间啊 哦 所以你看 觉真特别像中国的黑土地 对不对 所以哎呀正好 东北来的 所以找这颜色不容易找 哎 你就是代言人吧 嗯 但是你自己还不知道 对我说啥呀 哦 人家批了你两回 愣发了懵之后 愣不知道你接到任务了 哦 对 你不是说啥 是不是 之后开始见了人说啥 哦 比如说一个人要出门说 你小心我看你撞死了 你可能开口就说惊人的话 就厉害了 那我不被打吗我 被我被打的 最多有人说 哎 小孩儿啊 童言无忌 对不对 这还是善良的 嗯 但是结果呢 又真出真实现了 真出现了这个问题 嗯 那么在一个月以内 你说了三个人 三个人都得到了 你说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嗯 那大家就怕了 对 见你就下跪 哦 一见觉真说 你见那黑脸的姑娘 一定要跪下去 好吧 否则她说你啥 你就完了 哎 对不对 她看上你了你就麻烦了 哎 对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通过就是说 第三种的能量啊 生命状态啊 传达给人的都有的 啊 还有没有其他 问题 比如说 叫车撞了一下 撞得有点残疾 什么 身体有点残疾 但是通灵了 我开始会算卦了 我总能看那些 别人看不见的事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大概 我在讲这个 所谓通灵的 一般的人的状态当中的 我所知道的 这些状态 所谓通灵 灵是什么呢 灵即是说未知的世界 尤其是带有预言性的 预言性的和快速康复性的 这样的超级行为 我们一般人 尤其是今天我们研究科学的人 难死你都做不到的 但是通灵的人 一眼就把你一个结局看透 是不是啊 就像那个章鱼一样 他还不是人 说你们压彩票吧 压某某队吧 准了 说这次碰巧了 下一次压第二队 压又准了 章鱼还是章鱼吗 最起码是外形章鱼 对不对 就厉害了 他就不姓章了 他姓鱼 就很厉害的 成神鱼 对 所以通灵就是这样 通什么灵 通我们未知的事情 尤其是带有预言性的 他知道未来的结果的 甚至能快速使人康复的 所以有人给撞的 撞的身体稀碎 稀巴烂 是不是啊 腿撞成两截 但是和他接触 每一个礼拜 好了 是吧 被人抗 抬进来的 结果一会跑出去了 这就了不起 所以这就叫通灵 所以通灵性大概是这个样 别细究 所以呢 通灵大概我给大家介绍了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一位黄奶奶的故事 黄奶奶的故事 这是在这个2006年的一月份左右 就是在台中附近的云林县 就是台湾台中附近的有个县 叫云林县 水林乡 就是什么什么乡村嘛 这个黄奶奶呢 都78岁的老人家了 德高望重啊 但是呢 很多人 他生产农业这个行为呢 一般来说 一般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不下地干活了 对不对 这家养老啊 儿孙满堂 这个饭来张口 衣来身熟 有儿孙们伺候自己还下地干活吗 我觉得 人家这黄奶奶 也正是我比较敬佩的一种 有一定的年龄 大概有那个 几亩地 对不对 所以一天不去地里干活啊 就身身痒痒难受 腰三倍痛 去了一摸土地一干活 越干越痛快 而前的腰三倍痛立刻好了 其实这是 自然和大地 对人的疗愈 对人的关爱 这个真的是健康的行为 啊 我们很多位这个老奶奶 老爷爷的 喜欢到地里去干些农活啊 其实真的是很健康 如果不挨饿啊 家里也有饭吃 对不对 如果经常在地里头弄弄菜啊 收收粮食之类的 是一个很健康的行为 可是 黄奶奶那一天去了 就 再也没有活着回家 哎 被人发现 哦 他躺在 流动那个雪坡之中 哦 身中树刀 就被人弄刀捅死了 哦 这个立刻的警察就来分析 全村人都来分析 这怎么回事 一个老太太家 招谁惹谁了 哦 这么残忍的 把人用刀捅死来 捅那么多刀 你有什么样的 身仇血恨呢 捅这么多刀 把这个老奶奶家 你说你说 一般人 是吧 除了劫财 接个社啊 你这个老太太 你接个啥 她一个农民 不可能有多少钱呢 你为啥呢 一般想的 大仇恨 但是呢 警察不这么认为 因为警察 他接触了各种凶杀案 接触多了之后 说这种现象啊 在他老奶奶身上 没有什么可图的 这种这种现象 可是被伤害的话呢 通常可能是 吸毒的人士 毒瘾犯了之后 又发生了冲撞之后 可能导致的 一种被杀的现象 因为吸毒人员 尤其是西海洛因的人 等他犯了毒瘾之后 他处于非常狂躁的状态 就容易特别的激动 如果他不是有犯毒瘾的话 他都不会着急生气 但是犯毒瘾的时候 一点小的事情 就一句话等激起他 杀人的心都有 所以警察的判断 就是黄奶奶这个事儿 肯定是犯毒瘾的人干的 就但是又在乡下 农村里头 这当年也没那么多监视器 就是现在的农村农地里头 也没有什么那种监视的 那些CCTV那些东西啊 就破不了岸 就不知道 所以在靠近这个进道 想想这个土地当中 那个公路的部分 就是有一个摩托车 上面坐的那个人 对 他可能安的这个摄像头比较早 所以清晰度那个画面 太粗糙 离得又远 所以根本看不清是谁 没法看就一个人影嘛 不知道是谁 根本看不清脸 这个 所以就成了一个悬案 因为在身上也没有找出什么 可以破岸的任何的线索 比如说地零哀啊 手印啊 什么匕首的刀子 刀子上的握的那个指纹 这些都没有 所以刀子可能捅完人家拿走了 是吧 在这老太太身上也没有什么指纹 任何破岸的痕迹没有 所以就不了了之这么搁着 所以老人家遇害九年之后 遇害九年之后 到了2015年 到了2015年 有一位陈警官 有一位陈警官 就是到了这个 黄奶奶出事的这个村庄附近 办别的一个案子 这个陈警官呢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台湾如果遇到一些案件的人的话 搜索这个知名的警官当中 陈警官是一位知名的 叫做通灵警官 他是不得了的 正好到他附近这个村来办别的案 所以黄奶奶家的这个亲属 知道立刻就去拜访 真是叫跪地请求啊 你一定要给我们申冤啊 这个案犯还在逃啊 这九年了破不了啊 因为这个案子往下一割哈 就没人管了 你想作为警察都挺忙的 比如说来管这个事 警察做了登记之后 查了半个月 没有可以查的线索 既然查不着没有线索 半个月以后 说有没有结果 没有根本没法破 就说新案子又来了 又杀了两人 你看办案人员就开始办新案 对不对 可是只要一搁下来之后 就成了一个陈年旧案 就冰封在那里了 所以九年之后 警察都想不起这件事来 当然受害者家属 那是历历在目 不能忘啊 一刻都不敢忘啊 随时他们都在 希望能找到这个凶手 所以他们就找到 通灵的陈警官 你一定给我们帮忙 你这么大岁数 被人给捅死的话 是不是这个 这多大的仇恨呢 所以一定要得把它找出来啊 那你一定要帮忙啊 你一定要 反正可以想象 对方非常哀求陈警官 陈警官 好啊好啊 行我想想办法吧 我看看有什么样的办法 陈警官一拿档案一看 无从下手 不知道 他说我在往哪找啊 没有没有任何的 因为这个破案要讲证据啊 比如说指纹 头发 DNA 名片 摩托车印 鞋子印 没有一个可以对得上的 没有什么可破案的线索 对不对 这些都没有 这几次警官啊 这有很多警察 很多警察 不是不爱做业务 可是做不了 无从下手 陈警官答应了说可以 我回去调查这个答案 我就看看有没有可以 万一找到蛛丝马迹呢 我一定会进行给你查案的 放心放心 家属就先打发走了 诶 十月底的一个夜晚 黄警官也好 马警官也好 都得睡觉啊 他再累 哪怕睡得少也得睡啊 对不对 那有一天夜里做了个梦 就梦到这个黄奶奶 来给她诉说 就是我就是被杀的黄奶奶 你那个 而且呢 很心平气和的 给陈警官就说 我告诉你吧 你赶快追查叫阿宝的 杀我的人叫阿宝 你去找他去吧 找这个叫阿宝的 顺着这个阿宝去找就对了 你顺着这个路线找 这个 陈警官醒了之后 因为陈警官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梦 就是 那就 因为郑无从下手啊 立刻 赶快查 这个附近叫阿宝的 结果很快就找到叫阿宝的来 在一个审问下 阿宝就说呢 他这个中学的一个同学 姓红的 这个红同学呢 红水的红 红同学说 九年前杀过一个老人 这个阿宝交代出这么一件事来 嗯 又找到一位 重要的这个当事人 看到了这个 当时 这个姓红的这个同学 有一天 满身的衣服上都是血迹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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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骑摩托车的那种生态背影说, 好像和这个红同学非常的类似。 那他们自然就盯上了这个红同学,对不对? 通过这个阿宝。 那么有一天, 黄奶奶又托梦来了。 就给这个陈警官说, 警官,你现在锁定的方向是对了,就这么着。 这黄奶奶还真挺灵的,还告诉我这个方向是对了。 但是醒来之后,也还继续为难。 我破案的话,光靠做梦脱梦不行。 证据,要铁证如山才行。 但是他是高级警官,他为了破杀人案, 早做了一些动作和安排。 其实就是监控了这个洪同学,其实有杀人嫌疑的姓洪的, 他的所有的通讯的方法,尤其是手机,就监控起来了。 包括他家人都会被监控。 不是看你在干啥,尤其是在你的手机的终端方, 你所有的通讯,发信息,通话全部被录制下来。 可是,确实是,这个安排是对的。 他们就录到了姓洪的这位,他和他的朋友通话的时候, 就表示出了慌慌不安,忧心忡忡。 所以最近自己一直在家里抄心惊,抄写心惊啊。 在于台湾人,或者我们中国人, 我们这个,尤其是有佛教背景的这个大族类。 当心里头,当有一种树对感的时候, 或者我要激功,我要累得,我要消业的时候, 有各种方式的都有。 但是其中一个抄写经文,这是其中的一个行为表现。 心经比较短嘛,比较容易抄,所以就抄写心经。 那么姓洪的就抄写心经。 因为他们的电话之中表达了, 非常的不安,我在抄写心经。 而且呢,其实也在他的电话中也表达着, 总是噩梦缠身。 春天做噩梦, 这种老太太找我反我。 所以通过有这些的监控录音之后, 警察就决定再继续深入地往下找一找。 结果就去了他家, 就真发现了这个洪某抄写心经的,一篇一篇的心经。 并且在,因为他们在抄写心经的时候, 还要为谁在抄经。 可是在每一张这个抄写的心经这张纸上头, 都有一个地方,把刘的名字用土改叶把它遮住。 特别简单,用手电一打, 土改的部分,遮住的部分,就露出来了。 结果,土改的名字呢,正是黄奶奶。 洪同学,心中有这种忏悔恐惧之意。 他就通过抄心经, 然后请求黄老奶奶的原谅, 是这种感觉。 小洪同学怕了。 怕了,对,对。 对。 缠身,所以估计也是受折磨不行了。 而且九年了,九年了,也挺难受的。 也希望抄经啊,用这样的方式回向老奶奶, 老奶奶,原谅他,解开这个缘结。 是。 可是还是一直折磨。 我觉得他那个抄写心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黄老奶奶莫名其妙的被杀, 总是到他梦里来找他。 对。 他能不怕吗? 对。 所以他就是,这叫什么呢? 写上他的名字,写上黄奶奶的名字, 之后回向给黄奶奶。 祈求得到宽恕。 对。 也想,是不是这种方式能够把老奶奶抄肚了呀? 或者是放过他呀? 至少不来找他呀。 放过他。 你成态的梦里一个老太太来找你, 而且确实自己杀了人家。 你心里头多么,多么难受呀。 非常受折磨。 所以他在抄写心经啊。 结果呢,警察去一看, 每一张心经抄写的纸上头, 尤其是在这个落款上, 就是为黄奶奶抄肚。 祈求原谅,这些字都在上面写着呢。 他只是用拖盖叶把它盖住。 就一照全出来了。 这就是罪证。 所以, 红某就终于承认了。 而且呢,他们带着这个红某, 去了杀害老太太那个地方, 一到那个地, 红某自动就跪下去了。 没人踹他,没人说他, 他一下就跪下去了。 因为他就是当事人嘛。 他是杀人的当事人。 他一直受着这样的折磨。 精神折磨、煎熬。 所以, 我说这个黄奶奶也厉害。 因为她无缘无故的被杀了。 所以她肯定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怨气。 所以她也不能超生。 所以我一定要找着这个小子, 让她绳之以法。 她得到应有的触法。 对。 这个黄奶奶才能够解脱转世。 嗯。 这个好玩吧。 好玩。 经过了九年之久啊。 嗯。 那个网友朋友们, 这个故事听着好玩的话, 别忘了点赞。 赶紧来点赞分享。 嗯。 真的是。 不过听了这个故事哈, 也有一些问题啊。 嗯。 也想跟师傅请教, 讨论一下。 嗯。 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老奶奶, 九年之久, 她怎么等了这么久, 她才来托梦, 来深渊呢? 她不能早点来, 来找一个其他的景观, 或者找个其他的人吗? 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努力, 但是没有成功啊。 哦, 你的意思是说她一直在托梦。 对, 可能托到了不同的人, 但是都没有接收到她的讯息。 但至少我会觉得, 黄奶奶至少去找个那个, 凶手。 找凶手, 那个是。 一直在折磨凶手。 对, 那个是折磨, 但是, 当然那个凶手也没有主动去自首哈。 嗯。 所以, 她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陈警官才那个的。 对对对。 那她不见得上来就会知道是谁能够帮助她去生这个冤, 对不对? 就是, 你想, 古代有包青天哪, 那些冤魂还知道去找包青天哪, 那现在她不知道该找谁嘛, 对不对? 我觉得她如果已经有这种托梦给陈警官的能力的话, 她是不是应该也有这种通灵的能力, 她知道找谁呀? 首先她知道谁杀了她嘛。 她肯定知道。 那肯定知道。 对对对, 她还记得, 对吧? 对, 鬼魂还记得。 所以找这个杀手来, 来惩罚她, 折磨她。 我是觉得她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我不知道啊, 这个事情怎么看。 就一个人刚成为就是灵魂滚灰的时候, 有没有能力去找, 或者是去找真正能够帮到她的人啊。 还有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鬼魂都能够去, 对。 有托梦的能力为自己伸冤, 这个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星际, 叫什么星际什么穿越啊。 就是好像是说我们生活在那种多维空间里边。 其实是那个未来的人, 然后他回到我们现实空间中来, 他就给我们不断的发信息。 他到了那个房间嘛, 他就通过他的那个那种方法, 他把那个书架上的书打落下来。 然后他其实就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或者给我们一条信息, 可是我们这些人他收不到。 对对对, 我们看不到。 其实就隔了一层模式的, 对吧。 但是我们就看不到, 就看到书架上书怎么掉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接收不到信息。 那是Massie McCroney他演的嘛, 他那个时候已经相当于是未来人了, 但是他的那个时空跟我们人类的时空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就是他要回来的时候, 他要发出那个信号, 就是他的那个儿女啊, 就在他们家的那个书房, 他拼命叫拼命叫, 没有人听得到。 听不到。 就是觉得, 然后他实在是没办法就是, 就像师姐刚才讲的, 捅了一下。 对, 就把一本书给捅到地上了。 但是即使这样, 就是人类看到书掉下来了。 大家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解读不出这个背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是不是这个黄老太太, 她也给很多人托了梦, 别的人接收不到。 解读不了。 完了这个陈警官, 因为他是一个通灵警官, 他就很清晰地接收到了呢。 没错, 就像比方说, 如果看到一片树叶落下, 落到你脚下, 一般的人就觉得, 哦,落了一片树叶。 哦, 林黛玉就哭了。 哎, 林黛玉就去把他埋了, 对不对。 但是, 真正可能有灵感的人, 对。 他解读的信息就不一样。 对。 他可能从这个, 落的这篇落叶当中, 能看到别的影像, 或者是信息。 或者一种, 我们猜测了。 对。 师父以前跟我们讲过, check your message, 就是要, 叮咚。 师父讲的英文呢。 对。 师父说,check your message。 就是, 收到一条新信息。 新信息的时候, 只要, 对。 嗯, 就是你们的问题呢, 就是说, 是不是像黄奶奶, 九年以后, 对。 是不是才来深渊, 来找黄警官。 陈警官。 陈警官。 就是我们这个, 呃, 我们毕竟没在那个世界哈, 我不清楚, 他之前有没有找。 嗯, 还有呢, 就是人, 呃, 因为各种原因, 去世之后哈, 并不是今天你去世, 明天你可以找回来的。 也许你, 你去的, 因为表面上看这个现象, 说他被, 呃, 这个人, 乱刀捅死了哈。 这个, 这是人间的一个现象。 可是到那边的时候, 是否有人把他带走了呢? 带走了, 他就回不来托梦了, 是吧? 呃, 你想多了哈。 他带走的过程, 就像我们常常想到, 人不管什么原因, 死了之后, 先被审判了。 对。 对不对? 先去带走之后, 审判去了。 对不对? 先过那些官, 过审判官。 等审了一圈之后, 审判都是比较慢的。 也就七八年下来了。 七八年下来, 审判他的这些阎王爷, 判官们。 判官们一看说, 哎呀, 这黄奶奶真的是, 不该被他杀死的。 冤案。 命相之中, 应该没这事啊。 这个时候, 你是脑穴山走也可以啊。 你是这么大岁数, 被这小子给捅死了哈。 这个是怪那小子。 那这个黄奶奶就说,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就有这个地狱的神灵啊, 就是指了一条路。 说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做。 哎, 我们在台湾安插了这么一个景观。 哦。 陈景观。 哦。 它和我们是相通的。 你呢, 就把你的意念呢, 传递到他的梦中去。 他在睡觉做梦的时候, 你就进去给他讲。 哎, 他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也就, 从我们从, 退到人间来看, 这个叫机缘成熟之事。 哦。 就那个苹果哈, 你种了, 那个苹果一开花, 当那个小苹果, 三天之后你要吃, 你吃不到苹果的, 啥都吃不到。 对。 对不对? 那至少半年以后, 你才能接到一个成熟的苹果呀。 所以有很多的叫做, 因缘的, 就是大事件也是个因缘哈。 他要当他那个成熟期的时候, 你可以才采摘他, 才能吃。 所以这个事也经过一番, 轮番的审之后, 机缘来了, 去找他吧。 哦。 所以破这个案, 而且在这个时候找, 就自有他的叫做命向天数在里头。 哦。 并且我也在分析哈, 这位姓洪的杀人的这小子。 嗯。 他没有被警察抓住, 他就把一个老太太, 他犯了病就给杀了。 他内心, 难道就没有感受吗? 他很不舒服啊, 很煎熬, 很痛苦啊。 咱就说, 这个九年期间老太太没找过他, 他是不是受煎熬? 也会受。 只要有一点良心, 如果你读一点点心理学的书, 心理学的这些教授老师们, 调查过那么多犯案人士的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 通常尤其是伤害他人的这种现象, 尤其与生死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伤人者内心很受煎熬。 嗯。 他自己放不下的。 就用罪恶感。 对。 罪恶感和恐惧感。 是。 他这个九年, 应该说每一天是度日如年呐, 姓红的这家伙。 他每天度日如年。 对, 经常有这些罪犯, 只要听到警车的那种警报声, 他就开始哆嗦。 对呀。 不敢看人, 不敢睁眼看人, 不敢出门。 原来路上走过警察, 他觉得是不是冲我来的? 对对对。 就害怕。 糟糕, 是不是案发了? 就这种恐惧。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又不敢把他睡得很沉。 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就睡觉了就睡觉了, 对不对? 他说, 我得小心点, 别真睡着了。 万一警察来呢? 他每天都是如此。 还有说, 老太太鬼魂来抓我呢? 老太太带她全组的鬼一起来抓我呢? 他都会去想。 其实很受折磨。 所以以前好像小时候家人就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对呀。 所以做了亏心事, 真的是。 他不是一般亏心事啊, 他杀了一个老太太。 真的。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毒瘾一饭, 一生气就把人杀了。 对, 所以网友们同事也在问哪, 有这个老奶奶, 黄奶奶和这个小红, 啥怨啥仇啊? 他们俩怎么到最后就变成杀人了? 对, 我还没有深解这件事。 我们今天只讲说, 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了。 九年的悬案, 没有任何可以破案的踪迹, 对不对? 是。 通过这个黄奶奶, 就是死者自己托梦, 给这警官, 就把这个事给破了。 我们今天就想传达的是这个。 所以还非要, 特别要感谢这位陈警官, 真是立了大功了。 是。 就是, 对哦, 他还是一位执法人员呗。 他警官嘛, 警官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职业挺有意思的。 刚才说就像数学家呀, 那个化学家一样, 他们很在乎这个逻辑分析的, 警官也是这个职业。 对, 很严谨的。 你必须得有人证物证, 你才能断案, 你光靠托梦, 光靠通灵, 天眼看到了, 他不能说服这个法官呐, 对吧? 对, 所以他一定要根据这个线索, 再去找到证据。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令人欣赏的是, 就是说, 陈警官他是自知之明, 他是知道他有这个能力的。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些应该说执法人员, 包括他的上司, 他的同事, 其实都很支持他, 用他接受到的这种托梦的信息, 去作为线索, 再深一步的探究, 他正在查的案。 而不是说, 哎呀, 不可能的啦, 不相信的啦, 他们不是这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非常严谨的一种态度, 对。 去求证。 那我们呢, 对于这个陈警官呢, 做了一些个人资料的一些了解, 嗯。 他的名字叫陈恒正。 嗯。 对。 那么他从小呢, 就有一些比较灵敏, 特殊的这种体制, 这种状态。 就是, 也就是说有一些预感, 或者梦境中, 有托梦的通灵的这样的一种特殊性。 嗯。 那么他, 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还是中学之中受到的启发。 他想, 如果我这个能力做一个警察, 对。 为人民申冤, 能够把一些, 这些疑难的问题能解决的话, 不是很好吗? 所以他后来就上了警校, 后来当了警官。 他还读到硕士研究生呢。 哦,就是。 真的。 所以他这个愿力, 也是让他真正的实现了这帮助人的这个。 他还是知道, 就是他自己这种使命感的, 就是我的这种特殊的能力。 对。 像解决这种事情, 这不是唯一的一件事。 他解决了很多这些事情。 是。 对。 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 其实我们说这个通灵的人, 当中的几大类之中, 他是第一种, 天生。 天生。 具有这样的, 我们说超能力。 嗯, 真是。 嗯, 对。 所以很特别。 也不知道这个陈警官, 他就是靠他这个特殊的能力, 黄奶奶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案件呢, 被他破掉的。 嗯, 不是。 我, 师傅, 我还知道他的另外一个故事。 哦。 也跟师傅, 跟网友们分享一下。 好, 好。 好, 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富商之死》。 嗯, 那也是这个陈警官他办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之中的这个主人公呢, 是一位72岁的新加坡的一位富商。 哎, 他姓潘, 我们就叫他潘老先生。 他从事的这个生意呢, 他是卖潘龙牌青龙膏, 青龙膏的。 嗯, 青龙膏是什么呢? 就很像我们知道的那个万金油。 哎, 我们知道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虎镖牌的万金油。 对对对。 他这个不是虎镖的, 他这个是青龙牌, 青龙膏, 潘龙牌。 这青龙膏呢, 就是管什么呢? 蚊虫叮咬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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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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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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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就是在东南亚热带地区, 哎, 这个需要的人群很多。 这类药是永远都离不开的。 对, 所以就有点像万金油嘛, 就什么都能治, 都管用的, 对对对。 所以呢, 他就这生意很好, 啊, 他这一路就坐下来, 到等到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哈, 已经家产都过了五百万新币了, 就是成了一个富商了哈。 这位老先生呢,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 哎, 一直就是一个人过的, 哎, 但是呢, 他是跟他的姐妹往来还是挺密切的, 也是一起做生意这样子。 好, 话说, 2014年, 12月这个年底的时候哈, 老先生呢, 就接到一位台湾的一个友人的电话, 就说, 你来台湾吧哈, 我找到一些销路, 能够帮你呢, 建立这个分销渠道, 咱们把这青龙糕卖到台湾去, 啊, 那多好啊。 这好事哈。 哎,对呀, 老先生一听这好事啊, 人家就买了这个往返机票, 就上路了哈。 可是, 到了台湾之后呢,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老先生竟然因为重病而死在台湾了, 客死他乡。 哎呦, 这真的很遗憾哈。 哦, 他有什么突发的, 还是他自己有什么基础病症呢? 他呢, 他本来这个老先生呢, 就是有, 上年纪了嘛, 就有糖尿病, 对, 有糖尿病。 然后呢, 就是病死他乡, 他将这个消息传回到家中哈, 不久, 从台湾飞回来了, 飞到新加坡, 来了一位姓黄的女士, 哎, 这个黄女士就找到公司, 找到这个她的这个姐妹, 家人哈, 就说, 我是潘老先生的合法妻子, 我这次过来呢, 一个是要报销这个医药费, 二呢, 是我要继承她的家产, 这个五百万新币的家产。 这个人, 天上掉下个什么人呢这是? 天上掉下来一个潘太太, 对啊, 所以家人也这样说, 怎么天上掉下来一个大嫂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对吧? 真的呢? 对, 而且她大哥不都七十多了吗? 而且从来没结过婚呢, 所以她家人就说, 也没听她提起过有个女朋友在台湾。 没有啊, 你说结婚这么大个事, 还能不通知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吗? 对不对? 好时髦, 那叫闪婚吗? 反正这个就难以理解了哈, 所以她家人就很怀疑。 家人怀疑就是说, 老先生虽然是有糖尿病, 但是去台湾之前是跟家人说的, 我是去谈生意的, 我就去八天, 往晚票都买好了。 而且去的之前, 人家老先生还经常在佛堂里头念佛, 还在佛堂外面还经常打个拳啊, 散散步啊, 精气神是不错的, 是这种情况下飞到台湾去的。 那必有阴谋。 对啊, 所以怎么还可死他乡了呢, 都不相信吧。 好, 这个黄, 黄女士呢, 就拿出这个医院的这一些诊断单啊, 医药费啊, 说你看, 我还带这个我老公去医院去过好多次, 这都是治病的这个钱, 你得先把这个医药费给我报销了, 多少多少钱。 那你到底是谁, 我是他合法妻子啊, 那你有证明啊, 有啊, 人家一掏出来, 结婚证啊, 台湾的结婚证, 上面还真有潘老先生的签字。 那日期呢? 对了, 日期是2015年2月24日。 那是什么日子? 他结婚之后, 那你想知道死亡日期吧, 就是在结婚之后的18天, 也就是说老先生领完结婚证18天以后就嫁贺归西了, 白白了, 你说这有多让家人怀疑啊。 那这姓黄的女士一定有很大的嫌疑啊。 没错, 他家人也这么想啊, 那家人说不对, 那就要报案。 我要证明一下, 我, 我, 我家这个潘老先生跟你哈, 到底是真心相爱呢? 还是你来骗婚骗财? 我要讨这个公道, 我就报案了。 这个咱们支持他, 支持他报案, 他就报到台湾的这个地检署, 就去报案了。 好, 那地检署就是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 觉得也是不太不合常理, 又不合常理。 他从医院的那个死亡证明上看呢, 哎, 老先生确实是糖尿病晚期综合这个病发症, 引起的器官衰竭。 哎, 这个死亡证明上说的也有道理啊, 跟他的病史啊, 健康情况也有道理。 嗯, 可是尸体也都很快早早就火化了, 也无从查证。 哦, 是不是被谋害之类的? 对啊, 对啊, 不知道啊, 又是一起涉外案件, 对不对? 哎, 哎, 也很重视, 哎, 就把这个案子就交给这个陈恒正这个通灵警官, 陈警官了。 啊, 就是到2016年的1月份, 陈警官正式接手这个案子。 他就知道了, 哦, 我要接这个案子。 他呢, 陈警官就等呢, 他的同事把这个案卷呢, 那些文件呢, 给他送到他这儿来。 就在等的这几天时间里边啊, 陈警官有一天在晚上, 在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蹦见一位老先生, 还操着新加坡那种闽南口音, 跟陈警官说话。 还说了三句话, 陈警官听吧, 还有听不太懂, 听半天就记住一句话, 就说, 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 谋害我, 我死是不, 心有不甘的, 我是不甘心。 啊, 就说了这句话。 那, 陈警官呢, 梦中很清晰地看到老先生的这个长的样貌啊, 也记住了这句话, 对, 那就醒了呗。 哎, 过几天他同事把那个案卷送到了嘛, 他打开案卷一看, 是他吗? 这个被害人, 这个护照的照片, 因为, 这位潘老先生不就是梦中跟我说话的这位老先生吗? 一模一样。 所以, 陈警官已经知道了, 老先生托梦告诉他了, 一男一女害的他。 嗯, 他是被冤死的, 所以他心有不甘, 根本不是正常的糖尿病病发症死亡。 好, 但是要找线索呀。 还是要有证据呀。 对呀, 要找线索。 好, 既然有看病的证据, 咱就先去医院吧。 那他这句话里面首先有个关键, 就叫一男一女, 对吗? 没错, 对呀, 就要找出这一男一女是谁, 对不对? 好, 闲上医院呢, 就调那个监控录像。 因为老先生就是进进出出的去医院去了好几次, 每一次哈, 真是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一男一女。 还有一个就推着轮椅的那个保姆, 护工, 看护, 就是有这三个人。 就一男两女了变成。 对, 一男一女加一个护工, 就是这种保姆, 就是这样的一种组合吧。 好了, 那还得调查这个医院的这个病例呀, 对不对? 也有病例。 这个潘老先生确实是糖尿病, 每次一来看都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情况很严重。 对呀, 这种情况下还去结婚谁相信? 哎呦, 你说吧, 就是结婚的那一天的, 他上午还上医院还看了急诊, 急急火火的来, 医生的诊断是啥? 是肾衰竭, 都肾衰竭了, 都要进家户病房了。 结果陪他来看病的又把老先生给接走了, 下午竟然去民政局还领了结婚证。 那陈警官一对这个日期也不对呀, 怎么可能上午都肾衰竭的老人, 下午还跑去结婚冲洗呀?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是吧? 而且这个陈警官也很细心嘛, 他必须找人证物证嘛, 他就看那个结婚证书上, 签的那个名, 潘老先生签的名, 写的自己很有力诶, 不像一个危重病人写的字啊。 你说危重病人都那样了, 不得哆哆嗦嗦的, 没有力气嘛。 没力气, 瞎潦草了那种那样子。 对吧, 对吧, 所以他觉得这个有蹊跷, 不对劲。 然后呢, 这个陈警官呢, 就得调查, 他看到录像之后, 包括医院的记录, 其实就找到这三个人了, 就知道他们是谁了, 就调查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肯定一开始谁都不说, 最后还是这个推轮椅的这个保姆, 最先呢被攻破了心理防线, 就招供了。 这个保姆就说, 就说呢, 其实那一对男女呢, 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去结婚, 结婚领登记证现场的那一天, 是那个男的, 就是这样的, 把着那个老先生的手, 在那个文书上签的字, 根本不是老先生自愿签的。 那等于是他被胁迫的。 被胁迫的。 对。 哇, 那人家就任由他这样子啊。 不是, 那个负责结婚登记的那些人也是, 他们就是电脑挡着吧, 因为他们在窗口外头哈, 也确实没看到。 那有可能。 而且他们那个监控录像, 不如医院的监控录像好, 他们的监控录像没几天, 就给把内容都给删除了。 哦, 就没有那个, 没有录下来的物证。 录下来的画面。 对, 好在有这个人证, 对吧, 有这个人证, 就给这个陈警官开辟了一条很好的通路。 诶, 这个保姆招供了之后呢, 没两天呢, 这个陈警官晚上睡觉做梦, 又梦见, 就是这位潘老先生, 被害的潘老先生, 找他来了。 说啥了, 这回潘老先生是笑着说的, 而且是用闽南话, 又是那种闽南调的那个, 新加坡的那种口音啊, 又跟他讲说, 哎呀, 感恩你啊, 警官哈, 你把这两个人锁住了, 是对的。 说了这种肯定的话。 那这陈警官就更有信心了。 又加上前面这个保姆的这个证据哈, 这个招供哈, 好, 就开始审这一男一女。 那最后这一男一女也没办法, 就突破了防线吧, 就还是招供了。 招供了哈, 咱们说说, 说说她咋回事。 这个女的, 这个姓黄的这个女士呢, 其实她的爸爸, 跟这位潘老先生, 三十多年前就是朋友。 所以这个黄女士, 那年都已经五十五岁了哈, 就是她在三十年前, 就认得这一位潘老先生, 因为父亲的原因啊, 对。 那么后来就很长时间, 也没有见面。 那潘老先生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同时呢, 他喜欢修佛修道, 经常去道场里边打打坐呀, 修个禅妻呀, 这样子。 而且他事业成功以后, 有钱了以后呢, 还是很好的。 对, 他乐善好施, 还经常去接近穷人。 对,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还是挺有一个思想境界的。 嗯, 那上了年纪之后, 身体不好吧, 身体不好呢, 他也是通过修行啊, 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所以他经常到台湾, 尤其到台中啊, 去那道场里边打打禅妻啊, 什么的, 佛妻啊, 这一些的。 2013年, 就在一次打佛妻的这个活动之中, 在道场里头, 又重新遇到了这位黄女士。 那两人相见, 哎呦, 这是老交情了, 三十多年就见过, 三十多年前就见过这位潘伯伯,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两个人就续旧, 就续起来了。 那么这个黄女士就知道, 潘老先生现在还是独身一人, 没有结过婚, 可是已经是身家几百万了。 对, 那这个生意做得也很好, 但是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有这个慢性病, 糖尿病等等, 是这种情况。 这个黄女士对她心知肚明了。 那潘老先生对黄女士有多少理解, 咱不知道啊, 但是黄女士当时的情况是呢, 她有个男朋友, 这俩人都是贪得无厌的人, 贪财的, 而且当时呢手头也很紧, 正想就是弄点钱花呢。 结果这俩人一认识这潘老先生, 俩人一琢磨一对眼, 哎呦, 这不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吗? 结果就恶从胆边生啊, 济从心中来啊, 这鬼主意就打上了。 那念的是佛心里是魔呀。 哎呦,说的太对了, 就是了, 道场里的人也不能全相信。 然后呢, 2014年的12月, 就说回到这个故事开头来了嘛, 这个黄女士就打电话, 岳阳电话打到新加坡。 哎呀, 那个潘老总啊,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吗? 有这个糖尿病又犯了, 还是不太好啊。 哎呀, 我们台湾那个医疗条件可好了哈, 气候又好。 气候好。 对, 你到我这来我还能照顾您, 要不到这边来疗养一下, 治疗一下吧。 哦, 对了, 我还给您就是找了那些销售渠道, 这样青龙高就可以在台湾卖到大街小巷了, 我们都很需要啊。 瞧他花言瞧语的。 老先生一听, 嘿, 人家又很那个善解人意, 对吧, 又很温柔关怀, 对吧, 还能帮我开拓生意。 啊, 走, 买了机票就去了。 这一去, 不知道是八天的行程没回来, 不知道原来是一条不归路啊。 好惨啊。 一下飞机, 黄女士把老先生接到一个地方之后, 可就给软禁起来了。 电话也给没收了。 老头, 门一锁, 老头也出不去, 对吧, 想报警也无处可报。 啊, 然后呢, 这个黄女士跟她这个男朋友, 天天就跟她要钱。 你得把钱给我, 啊, 这那那个的。 这老先生气的呀, 又急又气, 说我干嘛来呀这一趟, 我怎么能想到我三十年的这个朋友, 竟然对我如此啊。 而且我在道场里面认识的人, 真的。 你还学了佛, 你还对我干这种事, 真是狼子野心啊。 特别气啊。 对呀, 拍大腿后悔走不了啊。 哎呦, 你又气又急, 本来就糖尿病, 带的药又不够, 对吧。 你说这个病情不得越来越恶化嘛。 突发一些, 对呀, 所以就前前后后又去医院, 去了医院他也跑不了, 他也报不了警, 都被人控制了嘛。 可惜, 他没在医院里就是报警, 或者是求助之类的, 可惜了。 到最后就活活弄到肾衰竭。 哎呦。 然后, 这两个人, 这两个坏人, 真是狗男女啊, 看了这老先生这个样子, 呦, 糟了, 这老先生可能真命不久矣, 咱们怎么能才能拿到这钱呢, 他也不给咱这银行账号。 哎, 又生一记, 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说, 好了, 这个女的说, 我得嫁给他。 他不正好是单身汉吗? 我跟他结婚以后, 我是他合法夫妻, 老头死了, 他的遗产我继承, 还是我的钱, 咱俩在分, 咱俩在过好日子。 你瞧, 这诡计又生出来了。 上午在医院, 刚看了急诊, 肾衰竭呀, 还有几天活动, 还不给人家老先生看病。 下午又推着轮椅, 叮叮叮跑到民政局去, 把人的手签了字, 搞了一个结婚证。 再推回到这个软禁的这个地方来的话, 这十八天里头啊, 八天都是昏迷着过来的, 最后那十八天以后, 老先生一命呜呼了, 哎呦, 就这样, 完了, 尸体就草草就火化了。 对, 他们这都是计谋好的, 就是为了不留下任何的证据。 这边尸骨未寒, 那边黄女士坐着飞机, 跑到新加坡, 张手要钱去了。 就这么一个来回。 好了, 那潘老先生的家人不就是报了案, 不是到了陈警官这儿, 陈警官这么一审, 他们不最后就招到这儿了吗? 这不就是人证物证俱在, 对不对? 好, 这个黄女士不仅招了她的罪行, 也跟陈警官招了另外一个事儿, 就招了啥呢? 他就说, 自从他俩谋害了这个潘老先生之后, 潘老先生经常出现在他俩的梦里。 然后这俩人也吓得不行, 潘老先生就跟他说, 你们不应该屠材害命, 你们做的是错的, 一定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这俩人过得诚惶诚恐啊, 而且呢, 那是活该的。 对, 不仅他做噩梦, 梦里吓唬他, 他现实中真的是衰势连连, 就走倒霉运。 要么他那个车出了故障, 得修车破财花钱吧, 要么他车又撞了人家大学生了, 又得赔钱。 然后那个生意又失败, 又得赔钱。 干啥啥不成, 天天灰头土脸的, 一直到就是, 反正不到一年吧, 就归案了。 对, 所以他最后这个骗婚骗财, 一无所获, 还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哎呦, 真的是, 这个才解气啊, 好歹还算是给他们俩揪出来了, 这一对。 所以也是哈, 通灵陈警官的这一桩破案, 互相之死。 真的真的, 哎呦这个, 哎呀, 真是还是感谢他。 挺灵的, 挺灵的, 这一次的时候, 这位潘老板, 他就算比较快的了。 他没拖九年。 就是, 就是, 立刻就拖到了这个陈警官, 接到了这个信息。 是, 对。 虽然就是他的这个, 案情啊, 就是, 从人的角度来看, 都觉得已经很不合理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线索, 对呀。 没有这个证据, 还是很难抓住他们这, 这一对男女的。 是, 如果没有托梦的话, 可能真的是很难。 没有线索。 因为你从, 一点重重, 但是没有办法突破。 你这个是假婚姻, 你没有证据去破解它嘛。 你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那些证据。 所以就, 然后他托梦, 第一个梦的那个情节, 不就是一男一女害的我, 对不对? 是。 然后从这开始查起, 说这一男一女是谁, 再从他们身上再找漏洞。 然后再肯定了一下, 查的对, 方向对。 没错。 对, 先把那个婚姻骗婚的那个, 先给查了。 对, 然后, 一个一个就都破解了。 这名证据也真不应该想想。 就不应该, 太草率, 也会让签字。 问都不问一声的。 那就是这个, 你看陈警官, 我们刚才听的两个例子。 是。 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托梦, 而获得的灵感。 那通灵的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能够收到这样的灵感? 都有很多方式。 像这个托梦呢, 是叫被动接受讯息。 你必须睡觉, 或者打嘴, 反正出于睡眠状态。 那么, 要看这些冤屈的鬼魂啊, 什么神灵啊, 要不进入到你的梦中传达讯息。 嗯。 也像陈警官证呢, 尤其是他是, 你看这两大案件都是在梦中。 对。 对吧。 咱们还有别的, 比如说直接的, 我有目的的预感。 说我一看你, 比如说你来了, 一走进来我就觉得, 你是一个什么人。 一走进来, 我觉得你有三个孩子。 嗯。 或者一看你就是你这个, 家里生一男一女。 孩子不错。 或者说一看你就是贼。 对吧。 这是叫做主动出击式的预知能力。 当然包括是先天预知, 还是后天修来的预知。 他就主动出击来看到这个东西。 像陈警官是被动的要通过梦。 这也不得了。 这也不得了。 所以的话, 有这个,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预知的门派和方法。 你像琵琶字那个, 还有一套程序, 对不对。 但是你达到一个境界之后, 可能就突破了那个程序, 就达到一种这个通灵的程度。 所以通常一见这个人, 或者一见这个照片, 或者一看这个名字, 就有了一种感应。 对。 所以他有不同的通灵的这个通道和方法。 我们网友有一个问题。 他问说, 这个潘老先生的案件很快被破, 被侦破, 就他没等九年吗? 是因为他本身是修行人的缘故吗? 这个我们准是猜测, 不一定。 不一定。 还是总体上的一个因缘。 像那也有人会说, 那他修行人也是会被害吗? 这也叫因缘的部分。 这里几乎是, 没有办法就一句话把它解释清楚。 那还有人会说, 那在某种宗教的道场里, 他们认识的话, 我们假设他是在佛教的道场里认识。 那所谓的佛友之间, 还会互相有这种残害吗? 对。 有呀。 因为他是人呐。 人就有七情六欲啊。 对,有贪欲。 我们只要落地为人, 那人在的这个世界不是六道轮回的世界吗? 嗯。 离地狱非常近啊。 所以我们, 但是, 因为在六道轮回这个世界之中, 因为我们有七情六欲。 因为有七情六欲就是贪念嘛。 等于有贪念也才在这个地方。 所以凡是人就有七情六欲。 这是我们经过修行来说, 比如从这个修禅修佛的话, 他希望说断除或者减少七情六欲。 对。 对。 这对方修的少啊。 不但没减少, 还剑材起射。 剑材起了杀念。 对不对? 所以他贪心重。 那这个没办法。 就等于形成一。 所以一个人贪心重了之后呢, 就形成一恶鬼。 你看就杀人了呀。 他等于父亲的老道友, 他都给杀了。 对。 而且不择手段。 对。 是吧? 对。 你没想到今天这个时代, 你杀个人能藏得住吗? 不可能的。 他们两个傻子, 还编了那么多的谎言, 做了那么多的局。 是不是啊? 遇上厉害的警官很快给他破了。 这是一定的会破案。 但是贪心啊。 贪心升起时, 就把那个有智慧的眼睛就挡住了。 就是睁眼瞎子。 他觉得就像一个人, 把手指要捂住自己的眼睛, 是全世界人都看不见我。 就形同于这个道理。 就是人就变傻了。 就贪心起, 人变傻。 视而不见。 就是这样。 他觉得全世界人都是傻子。 他们这两个人, 这个黄女士, 她道场里面出来的, 她们之间还是同修。 她这个比较严重了, 谋财害命, 害了人家的命。 就是也提醒, 就是其实像我们在菩提的道场里啊, 包括我们的八卦点啊。 真的, 我们任何的同修不要起这种贪心, 没有好报应的。 那有些人可能说, 哎呦, 这边人挺多呀。 对, 我跟大家混个脸熟, 然后我推销推销保险, 推销推销什么, 直销产品啊, 什么什么的。 不要这样做。 你来修行的, 首先修这个道德人品, 修这一些, 不要有这种。 对, 真的是, 千万不要滑向那个罪恶的深渊。 所以我一直倡导呢, 像, 如果跟我来学习啊, 那就是我并不倡导, 你在我的道场里头认识了, 之后, 因为个人的需求啊, 我要和你合作, 我要和你合资, 一起做生意, 一起开店, 一起干个什么, 就是我是反对的。 你要想成为纯洁的, 真正友谊深重的, 真正的道友佛友啊, 就千万别合伙做生意。 因为合伙做生意, 最容易翻脸。 就算是我们彼此不害, 但是, 没有真正的规则。 越有友情, 越没有规则。 你想想。 是。 友情越重, 规则越少。 对。 界限越模糊。 对。 就容易伤害。 对。 就是这样子。 就俗话就是说什么呢? 就叫吃人口短, 拿人手短。 那到最后就是在真正的原则面前, 他们都就妥协了。 对。 最后变成就是说, 因为物理师姐请了一顿面条, 行了, 我就放他一码了, 这个怎么怎么招了。 完了, 铸成大错。 真的。 不要因小失大。 是呢。 没有必要。 对。 在道场里就是金刚兄弟, 我们是同修, 我们不是生意伙伴。 对。 对。 这个要敬畏分明, 比较好。 同修之间也要相互提醒。 对。 正心正念, 修行就好了。 是。 师傅, 您刚才也讲到, 就是有一些通灵者, 他们接受这些信息, 可能是被动的, 比如说, 被托梦, 这种情况下。 那您刚才也介绍到, 有些通灵者, 他的能力是可以去主动寻找信息。 那接下来, 我也想给您还有网友们分享一则, 发生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位通灵者, 他也是帮助了美国的警察, 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但是他的这个故事,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 那当时呢, 也是有一位罗警官, 他呢, 就是去, 要去增破, 一桩就是无名案, 其实就是很难找到的。 当时这位死者呢, 是一个男士, 但是这个男士的, 男死者的家属, 他们这个家属就是说, 我认识一个通灵者, 我希望罗警官你去调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就是在这位通灵者的帮助下, 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是这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呢, 罗警官一想, 他第一次说, 我办案还要通过一位通灵的人, 这有点, 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但是后来他一想, 哎呀, 那对我来说也没啥损失, 我就去会一会, 会一会这位通灵者吧, 那这位通灵的名字就叫Lauren, 他是一位博士哦, 通灵者是个博士, 对, 是一位美国的博士, 我觉得通灵者容易是没文化的那种, 对, 这也我们打开眼界了, 好, 他就驾车去, 到了那个Lauren博士来, 但是呢, 他也知道, 不知道会跟Lauren博士谈出来一些什么事, 所以呢, 他其实出发之前,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要去哪里, 我会去见谁, 谁都没说, 自己偷偷去, 对, 他也没有去电话预约Lauren博士, 我来跟你约个会, 也没有这样子说, 就一下子开车到了Lauren博士的办公室, 他一进去, Lauren博士就说, 寒暄了一下, 我叫Robert, 你是Lauren吗? Lauren就说, 哦, 你是不是一位警察呀? 哇, 这个就是开门的, 他没穿制服吗? 当然不会, 他穿的变装, 对, 但是Lauren博士一开口就问他, 你是不是一位警察呀? 哎呦, 罗警官立刻就觉得, 不可能, 我不会泄露这些信息的, 他怎么就知道我是一位警察呢? 但既然都被人家这么说了, 他就说, 是呢, 我能想来跟您请教一些问题, 好, Lauren博士说, 是哦, 他说你手头上有两件案子, 可能会有一些信息, 哎, 罗警官一听, 不会呀, 我手头就有一件案子, 是这个案子的家属让我来找您的, 然后Lauren博士很自信的笑一下说, 不, 你有两件, 而且其中还有一件案子, 已经尘封了15到20年, 这一件案子会水落石出的, 啊, 罗警官一听, 不相信啊, 我们明明手上只有一件案子, 你怎么会说有两件案子呢?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心里就说, 好吧, 那我就听你讲讲吧, 然后他就坐下来, 听了这位Lauren博士来讲, 嗯, 但是呢, Lauren博士大概先跟他谈了第一个案子的一些什么事, 但是Lauren博士特别跟他讲到, 他说, 我感觉你这个第二桩案子很快, 你就会, 就会知道, 而且呢, 嗯, 他说, 哎, 这第二个案子里面, 我感觉到了布鲁克林大桥, 嗯, 还有, 我能感觉到纽约的信息, 哎呦, 他说, 我还能闻到这座城市的味道, 嗯, 布鲁克林就在纽约的, 对, 他是纽约市的一个非常知名的, 有点像地标性的一样的这样的一座桥梁, 是这样子, 好, 因为当时呢, 罗警官还没有接到这个案子, 所以他说, 哎呀, 我就听着吧, 就是这样子的, 是, 他说, 哦, 好像还有一些卡车, 他说, 我好像能够依稀感受到一些卡车的信息, 但是呢, 因为当时罗警官他没有这个案子的任何信息, 他都不知道, 没接到这个案子, 嗯, 所以他也没问他, 就, 好吧, 你就, 你讲着我就听着, 你说啥我听啥了, 听着, 好, 就是这样子了, 结果, 两个月过后, 他的丧尸, 上司, 就把一个案子, 真的, 卷宗就交到了罗警官手上, 哎呀, 罗警官当时打开这个卷宗一看, 呦, 这专案子真的已经在他的这个, 他们这个警局的这个叫什么, 大案柜里面已经尘封了15年了, 还将近20年了,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 又是一个陈年老案, 哎呦, 这个老案是发生在1984年案卷里面, 他就开始看了这个, 1984年在圣诞节前夕, 嗯, 当时在宾州的一个小镇的, 啊, 就是野外, 池塘那边, 水地里面, 就捞起了一具女尸, 哎呦, 这个女尸被抛尸荒野, 然后呢, 当时她是叫什么, 外面裹了一个绿色的军用毯子, 然后又用绳子非常仔细的扎好了, 好, 那么, 当时1984年的时候, 法医解剖这一具女尸的时候呢, 只能查得出她是一个, 就是查不出她有任何的其他的特征, 能够断定这个女尸是谁哈, 那个时候, 当时也没有人, 就是很多那种, 嗯, 信息或者线索能够推断说, 哎, 这个失踪的人是哪个人都不知道, 唯一能够查到的线索就是说, 哎, 这具女尸, 她可能有服用毒品的记录, 因为可能, 解剖吧, 对, 尸检上面, 查到这个唯一的信息就是说, 无名女尸, 无名女尸, 无头案, 还是一个隐君子, 没错, 哎, 当时呢, 在美国警方她的惯例是什么, 对于这种, 不知道她的身份, 死者身份, 死者姓名的情况下, 都把她叫为, 比方说, 取名吧, 我们就, 假设就叫小莉, 所以这个就给小莉一个编号, 就这个档案, 但是查来查去, 这个小莉就不知道是谁, 就只能把她再锁到她的那个档案柜里, 一直到这个半天, 才把这个档案交给了罗警官去处理, 十五年了, 对, 十五, 那个就是叫什么, 当罗警官拿到这个卷宗的时候一看, 她立刻就想到了Lauren Boss, 是, 那两个月前, 不是我去拜访这位博士的时候, 这位通灵的博士, 她就跟我提起说, 两个月之后你就会有两个案子啊, 而且这个案子就是成封多少年的, 这样一个就是无名头案, 哎呀, 那她赶紧接着就看下去, 这个有什么信息, 在冰中, 可是还是没有发生, 跟纽约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就是这些关联的信息, 让这位罗警官对Lauren Boss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哎, 觉得你兴许还能够帮警方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于是她就很认真的又打了电话, 给这位Lauren Boss, 就弹起来说, 哎呀, 我真的接到了这个第二桩案子了, 正如您所言的, 这个案子又是一个无头案, 而且呢, 是发生在15到20年前的, 现在我在回想, 嗯, 您当时跟我讲到说, 哎呀, 看到布鲁克林大桥, 感觉到了纽约, 还有卡车, 但是你现在讲的这些线索, 我好像还不能跟这个, 呃, 无名的女师能够联系起来, 你能不能再给我提供一些, 有什么信息的线索, 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Lauren Boss又开始就, 他就主动的去看了, 他说, 哦, 我能够看到一些影像, 在哪看到? 就是, 他就自己就是在他的这个, 哦, 思维或者是他的这个, 嗯, 视觉当中, 他能看到, 对, 他能看到, 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 他就说,哦, 我好像是看到, 他很确认, 他说,哦, 我这次看到, 好多绿色的小点点, 像连成了一个高速公路, 对, 这个高速公路好像就是从, 嗯, 从纽约州, 嗯, 这样过来, 经过了湖区, 我能闻到湖的味道, 他说, 有可能就是, 后来警察就去看地图了, 纽约州,哦, 经过了湖, 他说, 到了滨州, 哦, 啊,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更确认了, 是这个卡, 是某一位卡车司机, 他说的, 而且他说, 我能感觉到, 这个凶手, 他不是只做了这一件案件, 哦, 他应该是一个, 嗯, 连环杀手, 哇, 他说我能感受到, 他是一个连环杀手, 而且还能看到, 隐约看到, 这个凶手穿的这个衣服, 是一个红格子的法兰, 法兰绒的, 对, 这种那种外套, 老美很喜欢穿这样的东西, 哎, 但是他说我还能闻到这个, 就是, 湖泊的味道, 湖水的味道, 他都能闻到, 他能看到, 还能闻到, 但是他说我抬头一看, 就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啊, 嗯, 所以就说这个死者, 肯定还是跟纽约有关系的, 嗯, 嗯, 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十五二十年过去了, 就是美国的这些, 数据库的建立, 还包括科学技术的建立, 哦, DNA啊, 那些指纹库啊, 没错, 没错, 都更完整了, 当时一直找不到头绪, 就是连这个女士是谁都找不到, 所以没法去了解她的家属啊, 朋友啊, 她的社会关系, 所以一点头绪都没有, 所以尘封了这么多年, 后来到了大概九十年代的时候啊, 又再一次强调, 布鲁克林啊, 这个时候, 所以罗警官呢, 这个时候又采取了, 那个时候采样了这个, 死尸的这个指纹, 这个指纹是当年就采纳了, 但是当年这个指纹, 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大的数据库啊, 能够查得出这个人是谁, 嗯, 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 她又想到了, 我再凭这个指纹, 再到最新的数据库去查一查, 看一看有没有可能, 查到这个指纹能带给她一些什么信息, 就这个女士, 因为当时不是尸检, 她是有吸毒的嘛, 吸毒的这个症状, 就是说, 所以她就去查了一个, 专门记录吸毒罪犯的这些一个数据库, 结果就这么巧, 就在这个数据库里真的找到了, 这个指纹, 对, 吻合的这样的一位女性吸毒者, 差不多跟她的这个三十岁年龄也相吻合, 体貌特征也是比较吻合的, 查出来, 原来这个人叫马小吉, 她就是在纽约的, 哎呀, 你看, 她真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呢, 她家本来就是纽约的, 没错, 然后她又, 这个时候警官又去挖掘数据, 她又去通过, 好多那个, 纽约警察局的数据库啊, 什么, 各个州的数据, 她都去查过, 然后呢, 就查到这个马小吉, 那知道了就是她的名字以后, 她还有, 那个时候还要有结婚嘛, 就是结婚了以后, 她有夫姓, 还有娘家姓, 所以就知道, 那个警官费了好大力, 又给她凡是贯夫姓的, 全部去查了一遍, 查无此人, 结果又马小吉的名字, 再冠以她娘家姓, 一查, 纽约有两百多个同名同姓这样的人, 那么她就去一个个打电话吧, 这个警察真的很有毅力, 结果她打的第一个电话, 接到的就是这个死者马小吉的母亲, 也很幸运呢,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天意安排, 就是这样, 因缘成熟了, 哎呀, 这个母亲一接到电话, 罗警官就说, 你是马小吉的母亲吗? 她说, 我是, 她说, 我要告诉你, 通知你, 我们找到了你的女儿, 她母亲就说, 您找到我的女儿是什么意思, 然后她就说, 其实我们找到的是她的尸体, 而且她的尸体是在多少多少年之前, 就已经被发现了, 我们是到最近才找到了线索, 才能够来联系你啊, 然后警官这时候就跟她母亲就开始对话了, 通话当中就了解更多的信息, 她说, 你知道, 就是问你的女儿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吗? 她说, 我知道, 她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女儿是什么时候? 她就说, 是1984年的12月19号, 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 她说, 那一天她跟女儿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她打了女儿一耳光, 打完女儿以后呢, 女儿就夺门而出了, 这个时候, 做母亲的事, 非常痛苦的, 因为争执了起来, 而且又要过圣诞节了, 但是从此以后, 她的女儿这么一走,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就是她一直想找, 但是她苦于眉线说, 怎么找得到, 女儿不回家, 也不给她打电话, 所以对她心里永远遇过, 这样七上八下的心理, 就过了这样15到20年, 就是这么, 将近20年, 她说我每一天都在纠结, 每一天都在挣扎, 每一天都在等信息, 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没有消息, 反而是好消息, 今天她说, 我终于等来了这个消息, 我知道了女儿的下落, 心也算落地了, 好痛苦啊, 母亲忍不住就泪流满面, 她说好痛苦啊, 但是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种, 怎么讲, 一个结局吧, 就是释然了, 就终于知道女儿的这个, 哎, 落地了, 就是一种现状, 哎呀, 所以警察安慰了她一下以后, 嗯, 就问她母亲, 她说, 那你知道, 呃, 你的女儿有可能, 有可能是谁杀了她吗? 对呀, 这个母亲就说, 我知道, 哦, 我们家里人应该都知道, 哦, 是那个Peter, Peter杀了她, Peter是凶手, 哦, 哎, 哪个Peter? 对呀, 罗警官一听, 这是个重大突破呀, 对, 他说Peter其实就是他女儿当时的男友, 这个Peter是个大叔啦, 都比他女儿都大二十多岁呢, 是一个卡车司机哦, 你看, 信息就吻合上了, 对, 然后呢, 这个卡车司机呢, 他说, 嗯, 可是呢, 这个Peter他对他女儿, 他说他非常爱我女儿, 非常迷恋我女儿, 这个Peter是个坏人, 为什么, 他给我女儿钱, 让他去买毒品, 去吸毒, 就等于掌控他了, 是, 操控了, 是, 哦, 而且这个Peter特别嫉妒, 控制欲特别强, 如果我女儿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这个, 这个Peter就勃然大怒, 就会打他的, 嗯, 所以我们一直叫他离开那个Peter, 就为了这个事, 女儿就没少跟他们家人争执哈, 嗯, 哎, 这个时候找到了这个卡车司机Peter, 哎, 那之前不是Lauren博士提到过吗? 卡车, 卡车司机啊, 还穿过什么法兰容的上衣, 没错, 所以其实啊, 罗警官, 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当他拿到这个卷宗的时候, 他想到Lauren博士的那个卡车司机那个线索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去找了美国的那些犯罪记录的这些酷, 他也去找卡车司机, 嗯, 有没有这种犯罪记录的, 对呀, 当时找了一圈, 真的锁定了, 当时1984年有个卡车司机落案了, 哎, 他也是杀了人, 而且那个卡车司机是专门挑年轻女性, 红棕色头发的人杀, 而且也是这样杀了以后会抛尸的, 红棕色头发哈, 提醒网友染头发的时候要注意啊, 哎呀, 这个就被一些变态的人盯上以后, 哎呀, 有些人就是有这种口味, 哎, 那这个人会是皮特吗? 后来, 罗警官就去调查了, 这个, 这个落网的这个卡车司机, 他非常的清楚, 他杀了谁, 他都说得出来, 我杀了谁, 我杀了谁, 他承认, 他认罪, 但是他就坚决一口粉论, 这个马小吉不是他杀的, 绝对不是他, 而且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那个时候他压根都不在宾州, 哦, 哎呀, 找错方向了, 那这个皮特又是谁呢? 没找到, 对呀, 也叫皮特, 对, 也叫皮特, 就是他去找了这个卡车司机, 是找过了, 没有找到以后, 就是后来不是才, 才知道那个应该叫皮特的卡车司机, 好了, 嗯, 这么, 但是只知道一个皮特是他的姓, 名啊, 对, 那姓叫什么呢? 哦, 然后他妈妈又说了一个姓, 当时是那个皮特告诉他们, 哎呀, 我叫比方说皮特张, 对对对, 然后他就去那个纽约的数据库, 人口普查的数据库去, 皮特张压根就没这个人, 就说明这个皮特当时就是个大骗子, 说谎, 对, 骗了这姑娘, 也骗了他姑娘的家人, 还叫皮特张的, 压根就没, 其实他姓啥? 后来呢? 嗯, 奇怪了哦, 不叫皮特张, 那叫他皮特什么呢? 后来这个罗警官还是很有逻辑分析能力的, 他却去找了这个马小吉, 跟马小吉有关的人, 都去问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皮特的人, 就是, 然后问到了马小吉的前男友, 前男友说, 我知道他跟皮特在交往, 他们是, 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但是皮特叫什么? 他说我还真不知道, 哦, 这是他前男友回答他的问题, 哦, 我想起来了警官, 他说我曾经听说过, 这个皮特还, 好像还投诉过我, 还去诉讼过我, 为了什么事, 就是好像, 为了就是我跟马小吉后来还, 还聊过天, 还交往过, 但是我们是正常交往, 这是怎么的, 但是就为了这个事, 这个皮特好像, 他还就是, 到哪个地方去起诉我了, 兴许你去查查看, 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帮助, 你能找到是哪个皮特吗? 这个皮特他不是个操控狱吗? 所以他不许, 不许马小吉跟前男友有任何的交往, 还有瓜葛的, 结果还把前男友给告了, 哎呀, 真是奇葩, 哎呀, 这个也给了罗警官更大的一次突破了, 嗯, 罗警官就到了纽约警察局去, 去调出了, 他这个前男友被投诉的这个案件, 哦, 哎呀, 这个上面终于找到了, 那个底留真名真姓了, 没错了, 那个因为你要核对证件嘛, 对, 就是他这原来叫Peter Williams, 现在终于找到珍珠了, 哇塞, 这个皮特, 老皮特你看他, 一副那种恶像, 哎, 像鬼似的那是什么, 对, 然后就把这个老皮特的这个, 就是他们就, 也是像我们社会保险号码一样的, 输入系统一查, 嗯, 这个他人根本就不在宾州, 也不在纽约州, 在哪? 他在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旁边就是那个五大湖区, 对了, 啊, 所以这一次又验证了Lauren Boss, 他感受到的信息, 嗯, 他闻到了湖水的味道, 嗯, 好, 这一次罗警官找到了这个, Peter Williams的时候, 单刀直入, 就直接去找了这个老头了, 见面了, 对, 然后他就说, 嗯, 我们找到马小吉的尸体了, 然后, 老头咋样? 故作镇静, 嗯, 然后就说, 你说, 是不是你杀的, 嗯, 一下子要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哈, 这个老Peter呢, 很狡猾, 他说, 我跟马小吉, 是男女朋友关系, 嗯, 我跟他是有那些, 啊, 亲密的关系, 但他人, 绝对不是我杀的, 否认, 但是, 讲到这个的时候, 然后, 罗警官说, 他的脸上, 变得白了起来了, 说谎, 就是脸色撒白了, 然后他说, 这么, 他说, 你说说看, 1984年12月19号这一天, 你在干什么, 那, 讲到这一天的话, Peter也知道, 他们家庭肯定已经去调查过这一天了, 是不是, 他说, 对, 那一天, 我接上了马小吉, 把他送到了戒毒所, 然后, 然后, 他下了车以后, 就跟我说了拜拜, 说谎, 从此以后, 我跟这个马小吉, 就洗清了一切关系, 他就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他讲到这个话的时候, 罗警官感到一声颤力, 他们想到, 当他讲到这个, 这个Peter, 他讲到, 从此以后, 马小吉跟我全部撇清了关系, 再无瓜葛的时候, 从他职业的敏感性, 他就读出了, 这个Peter, 一定就是一个重大嫌疑,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罗警官就会说, 好, 那这样吧, Peter, 既然你这么说, 你跟他撇清关系的话, 我们想提取一些你的DNA, 来证明你无罪, 来证明, 是不是, 我们来排除一下你吧, 给你个清白,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Peter还说, 行啊, 反正我跟他都撇清了关系了嘛, 所以无所谓, 他就真的提供了DNA样本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警方敢直接面对他的时候, 是因为警方把这个马小吉当时的那个, 所有的暗证呢, 当现场的证据又重新仔仔细细彻彻底点的查了一遍, 终于在包裹尸体的那条绿色军用毯上找到了一根毛发, 一根毛发, 对, 1984年的时候, 这根毛发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还没有技术能力能够判断出它是什么的毛发, 现在, 或者谁的毛发, 都不知道, 所以呢, 警方现在就特别的提取了这个毛发, 作为重大的证据, 来比对了Peter提供的DNA样本, Peter不知道哦, 好, 百分之百就是这个Peter, 吻合了, 他就是这个, 对, 所以一下子警方找到了证据以后, 操作就有震荡力, 就马上就逮捕了这个Peter, 对, 那他认罪不, 他在这个叫什么, 他在监狱里还死扛着, 他说, 他跟这个马小鸡, 只是亲密的男女朋友关系, 他不认罪, 但是警方就跟他说, 你看, 这个上面就是你DNA的这个证据, 我们已经现在铁证如三了, 你就是那个凶手, 但是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面, 就是要判定一个罪犯, 嫌疑犯吧, 那个时候他只能叫嫌疑犯, 是否罪名成立, 还是要经过一个审判程序的, 结果就是这个杀人魔王Peter, 他在审判, 就是已经约定好的审判日期, 之前的一个月, 他癌症死了, 等于他没有经过审判, 对, 他死了, 但是罗警官警方肯定他一定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杀手的, 杀人犯, 而且他的家人就一定知道他就是那个杀手, 但是就缺那一场正义的审判了, 那法国的, 不是, 那个美国的法律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经过那场审判来判决的话, 即使你再被嫌疑, 你也是清白的, 你只能说是嫌疑犯, 对, 这个是法律上的定义, 清白有罪与否, 没错, 所以他不是一个罪犯, 就是法律上不是一个罪犯, 不能称之为, 然后, 那个劳伦博士不说了吗, 他不止这一个案件, 他应该是一个连环杀手, 还有其他案子呢, 那是不是这个Peter呢? 对呀, 那我们就会想, 既然PeterDNA样本都出来了, 能不能把他的DNA样本再去查, 跟其他的这种女士案有没有关系呢? 对呀, 但是美国司法体系中还有这样的一条规则,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被定为罪犯的话, 那你的DNA样本是不能够进入罪犯库, 然后就是去用作其他任何的就是证据的用途的, 所以他的这个DNA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罪犯库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再去判断在其他的这些无名案当中, 是不是这个罪犯他就是那个真凶了, 所以就说最后马晓吉的母亲非常的遗憾, 罗警官也感到很遗憾, 就是说, 虽然把他已经关到监狱去了, 但是他在等待审判的这个过程中死了, 所以就是在人间没有把他最后定罪为是一个凶手, 对, 就没有得到这个正义法律的这种裁决, 你知道吗? 这个一部最后在采访的时候, 他的母亲还是很痛苦的, 就是说, 我觉得像被欺骗了, 当时我也在体会, 为什么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被审判他成是罪犯的话, 你感觉他的死亡就好像, 他逃脱了一样, 像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金蝉脱鞘, 你会有这种感觉, 被这个贼犯, 就是就好像用死亡又去掩盖了他的罪行了, 对, 就是这种遗憾留在最后, 就是亲人难以释怀, 难以释怀, 他说我多么希望就是在这个法庭上, 我要看到他这个, 他恶魔一样的眼睛, 我要看到他, 我要看他有没有勇气能够来看我, 就是这样, 他说我好盼望这一天为我女儿伸张正义啊, 哎呀, 可惜, 他就是觉得好遗憾啊, 嗯, 哇, 很精彩, 真精彩, 真的, 但是我就是很佩服这位Lauren博士, 为警方提供了这么有价值的线索, 是, 才能够让罗警官去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卡车司机, 这个群体, 然后去到纽约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去寻找, 真的是帮助了他, 你看我都很敬佩他, 他能闻到湖水的味道, 他能闻到纽约市的味道, 他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 他能看到这个七十八号公路, 他能看到这个卡车的影像, 是, 所以就是Lauren博士他在描述的, 他说当我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 不是他幻想出来的, 是这样什么, 他说我好像仿佛是通过了这个罪犯的肩膀这样看出去的, 就他连那个角度都有的, 就好像他身临其境的, 对, 所以这是非常强的一种, 就是感知的, 通灵能力, 灵感的能力, 而且他是一位博士, 所以他讲话的阐述的时候非常的理性, 就是非常的温和, 所以就是他讲出来的这些证词, 就让罗警官不得不服, 就会非常的认真和重视他所描述的这一切细致末节, 对, 这个所以当你物理世界当讲到说, 这个通灵者是劳伦博士的时候, 这个博士真的是让我吃了一惊哈, 就是以前我们这种观念里边, 尤其像刚才师傅讲, 像中国北方东北, 什么狐仙附体啊, 黄鼠狼附体那种, 都是有点低俗, 还是有点那种, 就是让你觉得就是有点, 就不算可信了, 但是这一位女士呢, 落落大方, 然后温柔典雅哈, 嗯, 然后讲述的东西又很理性哈, 哎, 然后他又是一个这样, 这样就是受过这么高等教育, 对, 在美国受高等教育, 他的那种思维逻辑, 理性的培训是非常强的, 可是他同时又这么强的一个通灵的能力, 这两个能力完美的结合在他的身上哈, 师傅这个应该也是不少, 不多见的吧, 嗯, 确实不多见, 嗯, 最后刚才讲过, 开始的讲过, 就是我们又是很理性思维的人哈, 通常理性思维的人, 他的基本特征呢, 就是他的读书能力强, 对, 比如阅读能力和记忆力, 还有判断力, 他才能考上那么高的学校, 对, 这样一路才能过关胆将, 才能读得完这么高的书, 那读完这么高书的人呢, 通常就是他的理性分析, 判断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理性能力一强了之后呢, 这种感知的, 就会被压抑, 对那种松散的那个东西, 就是进不来的, 所以他这位勞伦博士呢, 是非常特殊, 非常的就是, 我们讲殊胜的一位通灵者, 那其实我还知道, 在北美地区哈, 有很多喜欢禅修, 而且已经有一些通灵能力的人, 很多, 因为这面综合的, 这个, 读书的这个, 这个程度哈, 通常都是大学上的, 所以有很多这些通灵人, 在北美地区, 都是什么博士, 硕士, 工程师, 医生, 甚至还有法官, 其实我在中国过去, 有认识一位法官, 他本身是有一些, 对, 他是不敢多讲, 比如他本身他是蒙古族, 就是他的爷爷还做过活佛, 所以呢, 他的遗传基因上呢, 就有这种灵性的这个基因, 对, 那么他呢, 又是等于是, 中国政府授予的大法官, 就是省级大法官, 那么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通常他说, 我在读这个案子的卷宗的时候, 他就产生直觉, 他说我眼前有点像, 伴幻觉一样, 会浮现出一些影像, 这个人哈, 我在过去和他一起吃饭有照相都有, 因为我也是被英聘为法官之一的人, 在曾经哈, 在1996年左右的时候, 1993年的时候, 对, 所以, 他就跟我聊了很多, 所以他见了我就很感兴趣, 就我们呢, 其实都有一点这种灵感的人嘛, 他给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对, 你像那个打官司来说谎的, 明明他把人撞死了, 对不对, 明明他是撞死了, 他说我其实没有撞死他, 其实我那天是喝了酒, 所以我头昏, 知道吗, 但是呢, 他说我就发现他是谋杀, 他是刻意去撞那个人, 对, 但是这个案他是破了的, 他先知道了, 他说我一翻那个卷宗, 觉得不对, 他说我就看着他那个愤怒的双眼, 就开车转过去, 那喝醉的人是模糊的双眼, 对不对, 那个车就是没有人去操控这个车, 结果车转了人了, 但是去刻意杀人的人呢, 他那个杀人的那个勇气的时候, 一定是他非常的怒火冲天, 对不对, 或者阴谋性的那个双眼, 转过去, 那我就翻那卷宗, 我就感觉到了这个气息, 但是最终, 他也有他的这种, 这种灵性的这个神通, 他亲自见这个疑犯, 就是开车杀人的疑犯, 在他聊天的过程中, 抓住了一次机会, 最后突破了, 嗯, 那个人毕竟在说谎嘛, 说说说走嘴的一个小漏洞, 啊, 抓进去突破, 最后到他家发, 就是翻出了证据, 啊, 为什么他去杀他, 有这个理由的嘛, 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杀人, 总是有一个激起他的杀心的一个理由, 他就找到了这个理由, 嗯, 最后, 也就是为死者, 啊, 伸张了正义, 哎, 我还听了挺开心, 我说你真是个好人啊, 他说我是活佛的孙子, 我能不做好事吗, 啊, 我能看他这坏蛋, 我都挺生气的, 我就得制裁他, 啊, 他本身又是他的职位, 就是省级的大法官, 啊, 这样大法官中国不多, 他是其中一个, 这, 其实, 但是呢, 又不能标榜, 他每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制度, 他有一些差别, 啊, 文化政治有差别, 所以他不能标榜,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啊, 那么, 所以有这种感觉的人, 其实与学历没关系, 但是, 往往在我们过去讲, 在中国的一些乡下的地方, 那他有这个感觉, 但是, 越没读过书, 越容易有这个感觉, 嗯,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呀, 道理呀, 伦理呀, 对他的束缚, 对, 所以他是一种就自由发挥的, 就是他的心, 他的大脑是完全开放的, 来吧, 信息, 信息就来了, 就是他就是莫名判断到的那个讯息就是对的, 可能他有自己叫, 那种他自己的某种验证的方法, 就确定这个信息是对的, 嗯, 是吧, 他就知道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的话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之中, 就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有灵性的人, 哦, 那也有很知名的案件, 我就不提了哈, 一提才会引起轰动的, 就预设台湾某某人选总统的时候, 有人说他就一定选不上, 因为他得对了我, 我就不说人了哈, 就, 就, 结果就是那样, 真说对了, 对, 那么他去了, 他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去的一个中央的一个机构之中, 他看的事情, 后来他们那些人也和我是朋友, 也看了同一样一件事情, 他们就给我讲了这个人看到的问题, 哦, 都验证的, 比如说一进他们那个办公, 办公的这顿楼, 对呀, 他们呢, 很奇怪, 他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呢, 他们这个整个每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楼当中, 每个办公室上头没有牌子, 只有编号, 就一般都写上什么, 那个什么主任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什么, 对吧, 都是那么写, 对, 结果呢, 他一进楼道口, 对着第一个门说, 因为每个门都关着, 也没写名字嘛, 对呀, 他就说, 真把财务室放这儿, 这不漏财, 就愣了, 真把总经理是正好对着厕所门, 是不是啊, 这总经理还保得住吗, 一看副总经理, 这才是老大, 这给我说的正是他们这个副总经理, 因为没有正总经理, 他的任命就是副总经理才是老大, 就根本没老大, 所以就把正总经理的那个办公室, 正好选了一个没人住的屋, 对着厕所那门口那一个, 你看, 上次都没写, 他都知道, 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灵感, 那怎么来的, 他一看的就叫财务室, 在他脑子当中就是财务室, 就是这样子, 所以的话, 这个灵性的东西, 真是是不可思议的, 没办法用常理来判断它, 嗯, 那师傅啊, 那就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这个灵魂,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好像通灵的人,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能感应到哈, 或者是能, 我也不知道能看到, 但正常一般的人来讲, 没有这样的能力去, 就是真正的去看到他们, 但今天听了这么多的故事, 哎呀, 真的是就是, 也是世界哈, 真的就是更, 更新一步的认识了我们这个世界, 认识生命啊, 就是也想请师傅讲, 就灵魂是什么样的状态, 灵魂我告诉你特别直白啊, 灵魂就是非人类状态, 非猪狗状态, 就是非人类状态的, 它一定不是像我们的, 有这个肉体, 有这样一个人世间的, 包括遵守的一些文化规则逻辑, 他也不需要说我们一天, 说我不去劳动就没饭吃, 我还恋爱要结婚等等的这些, 他都是没有的, 他这是超越了我们, 我们所有行为的这些现象的, 也就是甚至可以解释为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状态, 师傅, 那想请问, 咱们刚才讲的, 那动物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 那这些灵魂跟我们也是在同一个世界吗? 是交叉在同一个世界里。 OK。 交叉。 好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 我们看到这个地, 你的地板踩下去就是石心的大地, 对不对? 那你在石心而去研究所, 底下有岩石, 可能说不定还有地下暗河流, 对不对? 对。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也是石心了吧? 对。 但是在精神的世界之中, 或者是在灵魂的世界之中, 不一定。 他可能看地球是个空洞。 噢。 噢。 看我们看这个虚空呢, 反正是石友。 噢。 噢。 是这样子的。 就是, 呃, 当我们的这个感官发生了改变的时候, 我们看事物的这些现象都会发生改变。 嗯。 我举一个例子。 呃, 呃, 这个例子我得问你们一个问题。 噢。 我们人, 比如说一个肉体为什么不能飞起来? 科学道理是。 因为地球有引力。 不是, 是因为你有重量。 因为我们有重量。 那鸟也能飞啊。 因为你有重量。 嗯。 鸟也能飞, 但是不能脱离地球啊。 那倒是。 对不对? 灵魂是可以脱离地球的。 就火星不用买票都行。 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 人类不能飞的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地球的引力, 第二个是人体的重量。 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对不对? 我要说啥都给忘了。 灵魂的状态。 因为灵魂没有这个重量。 哦。 灵魂不是我们认为的, 我们眼睛和手触摸到的这个物质。 比如这个水杯子它自己也不会飞。 因为我端了它挺沉的。 是吧? 外头这个陶瓷就重, 里面再加上点水更重。 对不对? 再加上可饿的, 这个讨厌的。 重力。 万有吸引力。 是吧? 所以端了它都挺沉。 而且我们走报告的时候, 我们举自自己的手时间长了都挺沉。 挺累。 所以经常肩膀翘起来。 是不是啊? 还累得哆嗦。 发酸。 都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两大问题造成的。 可是灵魂的这个状态, 它超越了物质。 所以它是没有重量。 也有人刻意说, 灵魂一定是有一点重量, 哪怕很微小的也有重量。 我是说一点重量都没有。 因为它的存在方式, 是超越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的方式。 那种状态就叫灵魂状态。 咱们网友问, 灵魂长得很可怕吗? 不可怕。 是你看不惯而已。 所以我不会把它想象的比较可怕。 是你自己想的。 其实灵魂它不是具有一个固有的形象。 对。 它不是说, 因为演个鬼片吧, 非要把一个鬼, 尤其是男的弄得刺牙脸里, 大獠牙,对不对? 女的一定披头散发流着血。 而且穿个白袍。 白袍上的就是血。 是不是啊? 嗯。 其实是, 那个可怕的感觉是, 人自己, 有个女人洗了头, 一照镜子吓自己一跳。 她们脸呢。 所以头发正大了到前面来了, 是这个原因。 知道吗? 所以她因此发明了橡皮筋和卡子。 是吧? 为了不吓唬自己, 所以, 那个冲完凉之后先把头发弄到后头去。 别一照镜子吓唬自己了。 对不对? 那所以她鬼没有脸吗? 为什么没有一个像中说, 鬼的脸到底长什么样? 就是它超越了我们已知的形象。 但是你说在这个陈警官这个梦中呈现的这个像, 是刻意说, 呈现了她原来人类的这个形象, 才告诉她, 我是黄奶奶。 我是潘老板。 对, 她为了区别于, 为了让你去辨认她。 是这样的。 那也因此呢, 说这个灵魂当需要它的时候, 它可以成为某种像。 需要它成为一个枣, 它有一个枣。 需要一个苹果才变成苹果, 或者一个石头, 或者一股气, 或者一个声音。 当呈现了一种像的时候, 也不是它随便就可以能呈现的。 是吧? 国有国法, 加要加规。 在鬼的黑社会也不容易混, 知道吗? 它也有它的行业的规矩。 不是你想到人间托个梦, 找谁找个茬, 闹个鬼, 它就允许啊。 对, 刚才师傅也讲了。 那要特批的呀。 是。 要有通行证啊。 对。 是不是啊? 我到人间, 来报个仇, 有个报仇证, 去吧。 三天之后回来。 比如说这个, 马小吉他咋就没托梦呢? 不是, 当然托梦可能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对。 不知道托到哪去了,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不是, 你们啥那么贼聪明的那家伙, 你们自己分析一下, 马小吉为啥没托梦? 他连他妈都不知道他生死, 十五年, 二十年都生死未卜。 真的。 我觉得他还是没托梦。 他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的分析都是按照人情来分析。 那倒是。 如果按人情分析的话, 这个, 我说的也许, 尤其是我们的网友听了, 别误会。 也许等他死了之后, 等他死了之后, 马小吉, 死了之后他觉得, 到了阎王爷那一旁面, 你看看, 之前你杀人家三十世, 都杀死了这老头子。 嗯, 知道吗? 有八次活埋他儿子。 对不对? 今世他就来为了追杀你。 为什么他那么控制你呢? 就是为了追杀你。 甚至是他不是你的仇人, 是我们派出去的杀手。 他带过阎王来杀你的。 那, 马小吉一看, 前面罪状累累, 对不对? 后头还有一万次被追杀呢。 那报啥仇啊? 认罪吧。 阎王爷那不够撒谎的呀。 都有CCTV前世前世前世, 都拍在那让你看。 就像《玉神同行》中那些影片, 都给你看一遍。 这都是你马小吉, 你认自己吗? 真是的。 你弄死人那么多次的话, 这才弄死你一次, 你什么好冤枉呢? 算了。 老娘认了。 认了, 所以就不回来找茬报仇。 说什么梦啊? 她就不是那个冤死的。 对呀。 所以你说, 台中的那个黄奶奶呢? 那就是说, 我和你无缘无故呀。 你弄死我了。 是不是? 说那我得算账, 把你算账。 为什么九年之后才回来算呢? 对不对? 要给那些审判官, 那边的警察, 那边的负责人, 对不对? 这一官都说得清清楚楚。 那人批准他去, 找他去。 是不是? 找他去之后, 我们好把他弄来, 我们审判他。 把他救来了, 你就可以脱生了。 是吧? 下次脱生的, 没有危险的那个地方。 就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当然也许就是还有一种像, 马小吉说不来找, 也不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说, 在那里早晚都是死, 谁不死啊? 他也是个解脱的想法呢。 是不是? 找他干啥呀? 一问阎王爷说, 下次转世的地方, 生命更长久, 到火星上去, 一万八千岁, 是吧? 而且不被杀。 说真好啊, 不用找工作, 也有饭吃。 他就去了。 算了, 他到这气干嘛呀? 人不给鬼斗, 是不是? 超脱了。 说不定是这个现象。 也有就是说, 放下了, 自己就从自己这一块, 就解开了这个冤极。 他死了之后, 他死了之后, 反而明白了真正的真相。 我为啥被他杀了? 还有, 我为啥被他骗了, 而死, 之后我跳楼死了。 对不对? 还有婚约背弃之后, 跳楼死了。 新娘比如说跳楼死了, 对不对? 说来了个小三, 我跳楼吧。 死了之后, 到阳王爷那一看, 欠的。 那比如说你欠他的。 就认了。 是不是? 你前头你掐死人孩子, 踢死他老妈, 把人狗都给堵死了。 是吧? 这一世就是来抱着仇的。 最大恶吉。 你还怎么着啊? 对。 是不是啊? 怨言相报, 何时了? 是吧? 那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抱住了。 是啊, 你不抱住, 还找个好地方去。 是吧? 再生上来, 生一个漂亮姑娘, 和一个人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还能活八十岁, 你看这多好。 去不去? 你是去报仇, 还是去结婚。 那姑娘早盼上去结婚, 我还是结婚去吧, 那投胎吧。 就不用再来找嘛。 就脱生了。 就脱生了。 哦。 世界上又多一个美人。 所以网友, 也看到网友说, 有网友评论就是说, 是不是一切就是可能一切的不幸, 可能也有他的, 背后也有他的因缘。 但也有网友在说就是, 哎呀, 看到这个故事就是家属啊, 包括他自己肯定心里是很难过的。 虽然了解这样, 也可能是有这样的因果。 所以网友们也是有说, 哎呀, 师父呀, 真的是要为孩子啊, 为就是自己多做功德。 因为不知道自己前世做过什么, 或者是孩子做过什么。 真实。 当因果业报熟的时候, 哎呀, 就是去承受起来, 还是很难的。 很痛苦的。 嗯。 不见得看得透这个道理。 是。 那发生这些事件的, 这个家属啊, 都是痛苦万分。 对。 痛苦万分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那份深深的情感。 那么还有呢, 是没想到会, 结果会变成这样。 对。 都说有很多事, 没想到, 所以接受不了。 对。 对。 所以还有一些被杀的人, 没有想到, 我一个七十八岁老太太, 进了地里头, 我也没有欠你什么东西, 你把我杀了。 对不对? 所以她回来要报仇, 要申冤。 对不对? 就是因为气不顺啊。 所以我才叫, 申冤啊, 我才能消气。 所以这些人就不能转世投胎啊。 她也成为厉鬼, 一定要审判, 要究竟怎么能, 谁给她伸了这个冤。 对。 她已经成了鬼了嘛, 成了鬼之后, 在那个世界当中, 一定还有, 在鬼的世界有很多事很好的, 很公正的鬼王说, 去找她报仇去。 是不是啊? 那怎么报啊? 陈警官就是我们这个密探, 你找她去吧, 就帮她忙了。 是吧? 就把那小子给捉回来吧, 新红的小子给捉回来。 是。 就是这样。 就是, 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这种讲法, 就是提到鬼这个词, 就是无名的会有一种恐惧, 是不了解这个鬼, 他们的因缘吧。 是不了解。 就是包括鬼道啊, 之类的。 所以今天听师父这样也讲,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很吓人的这种鬼啊, 其实是他有冤情。 这是一种, 他倒没有主动要伤害的这种, 对。 那种状态。 对。 就是来了业的。 就是, 也算也算也算。 那就刚才说就是这个, Peter不是被抓了吗? 眼瞅着就要得到这个正义的这种宣判跟刑罚哈。 可是他老哥人家自己得癌症死了。 嗯。 所以就造成警官啊, 家属啊, 都非常的遗憾。 对, 那师父也会觉得遗憾吗? 我不遗憾。 哎, 那为啥? 嗯, 嗯, 我觉得有可能, 嗯,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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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阴界派来的一个追杀令的人 这有可能 我们之后有多种的这个思考 多种的思考 多种的判断 那么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一个前世和来生的因缘的问题 从天象来说 我们只能说从天象自然的这个道来说 一切自有因果 一切自有因果 比如说老皮特你抓了他之后 他没有宣判他就走了 在人间没有定罪 一定有他没有定罪的原因 一定是有 但是我们不能去盲目的这么说 我们现在说都是猜想 我们想说的类似这种问答题类的 都属于猜想 不代表是它真实性 但是我的这样猜想的话呢 也是代表这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的道 因为自然的道和人世间所定的法则 它不是一比一相等的 知道吗 那比如说咱们 你说你就 按着比如说加拿大的交通法规来说的话 是吧 如果你要走直行路的时候 遇上十字路口 当出现了红灯 我们就要停对不对 对 但是又半夜 没有横穿的 横向走的车 但是你又是要急诊 你要送一个病危的人送医院 是吧 对 横向的又没有车穿过 那你会不会说 我就违规一次 我穿越过去 开过去 为了救人 挤时间紧了 好 等我病人也送到了 警察又追上来了 说我早在那里面 很多人在这儿 是不是要闯红灯 加拿大法律 你闯红灯 比如说先罚你五百块钱 从法律来说 被罚款的这个司机 就是违规了 对不对 那但是在天道里头 比如说在灵魂界当中 他算是犯罪吗 不算 他就在人情上 其实也都不算 他也没有犯罪 反而是立了功来 没错 因为去救人的时候 就争分夺秒 是 他不但无罪 反而有功 对不对 对 但是警察罚他的款 是不是合理的呢 也算合理 在人间是合理的 对 合理合法 这是对的 但是在自然的道之中 这些谁都没犯法 但只是人 按照人的规矩说 他就是犯法 比如说警察 还可以把他告上去 比如我发你的款 我不服 我就是不缴款 我为了救人 对不对 是 那么警察就会起诉 这个开车的司机 对 在加拿大就发生这个 会 对 但是通常呢 法庭呢就是说 你闯了红灯 就是半夜没有车 你也不能闯红灯 都像你这样的话 都给撞死了呢 对不对 万一来个车 你没看见呢 那法官会这么判 还会判这个 这个闯红灯的司机 是有罪过的 对不对 虽然不像杀人罪那么重 说万一有车过来 你一撞过去 也是车毁人亡啊 也是生命攸关的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举的这个例子来讲 在从我们人类 所定的法律当中的 这个罪过 和自然的道之中 它不一定是一比一的 人认为它有罪 但是天没有认为它有罪 甚至还觉得有功 知道吗 比如说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经常会是说 在古代的时候 一个高级的官员 是吧 经常说 他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灾了 天灾 对不对 农民吃不上饭 一些人被饿死了 是吧 还有很多人远走他乡去 逃荒要饭 但是呢 当地的这个省长 或者市长 说那不行 我要放粮 救济百姓 我要发粮食 发食物 救济百姓 来养活众生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这些放的粮 是什么粮 是军粮 你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 军队的储存的 叫战备粮 一旦发生了兵荒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这是给军人吃的 所以这个粮 打死你都不能开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这个省长 或者市长 他看到百姓都饿死了 在古代又没有电话 又没有什么电报 写信都来不及 先放粮救人吧 对不对 你看那个水 已经把那个城市 那个乡村都淹了 土地 庄稼 房子都没有了 甚至那个尸体 飘在那个河面上 水面上 好可怜哪 不管那些 我先放粮再说 请问 问题来了 他违法没有 人间的法是违了 我们说 就是说当时的法律 他已经违反了王法 因为有国王 这叫王法 这种抓住之后 通常都是砍头的 我不管你是省长 还是市长 砍头 还是县官都砍头 对不对 你没有皇帝的亲自的批示 你就把我军粮给我吃了 就算是砍头了 这人比如说 他升天了 到地狱 死了之后 灵魂到地狱 审判的时候 他有没有罪过 没有 有功德 说 你是个好人 这是被你的皇帝斩了 但是我来是让你做皇帝 去斩他们的头去 因为你救度众生的功德 所以对和错在不同的时空 它是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种判定和标准 是这样子的 当然了我们说 我还是告诉大家的是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千万别做亏心事 别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哪怕是一只蚊子 有小虫子 不要轻易地弄死它 要爱护众生 要培养这样的一个 慈悲的菩萨心肠 我们才能够如意吉祥 是吧 你看他们这些无头案 看似没法破的 到那个点的时候 说着的话 鬼魂托给法官 托梦托给警察 都要把你抓住 不是不报 时候没到 天涯海角 都要把你抓回来 对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 这个陈间老案 就在某种巧合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出来了 有的是鬼魂 有的时候 这个遇上一个警察 一个法官 在管前事的时候 任意翻开了一页 说正好我能破它 就能破 对就是这样子 就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人间这个道 在人间这个道 不光是人类所定的法律 来进行管理 其实天道 也在约束着人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尤其是现在的法律 都是讲证据 对不对 很多时候 你接受惩罚的时候 没有进行判决 雷把你劈了 哎呦 这是天的审判 对不对 也是不走法律程序的 比如说你是个骗子 你骗的一家五口人 全部服毒自杀了 这是天大的冤情吧 是 连人棺材本 都给骗光了 全家人说 没出路了 一赌气 核药自杀吧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怨气冲天啊 对呀 哎 那你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老天看不敢 劈了他 啪一个雷就把你打死 是 所以这个东西 有时候 审判是多种的呀 多种方式 还有的时候 我慢慢劈你 我不让你一次就死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当时躺在床上 你又清醒的 一直受着折磨 哎 雇了两个佣人 天天折磨你 是吧 反正你们家人都上班 也没人理你 你躺在动不了的话 谁还会去 让你幸福 谁还去管你呢 对不对 对 我们呢 坐牢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雇到特别的坏的保姆 就他来惩罚你 嗯 这种惩罚就代表天 就像 就像那个地狱里边 那个狱卒的惩罚一样 没错 地狱使者 真是 所以他欺负你 并且表面上看不见伤 嗯 咱们不用说打你 我就天天骂你 但是你的脑子是清醒的 你说你生不生气 对 是不是 亲娘租男的那骂 对 又还不了嘴 对 又还不了嘴 手都动不了 眼珠都动不了 你说急不急人 是 都不用打你 对不对 就气也能气死你 但是还不能一次就气死 七个半次又活过来 就继续听哀骂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就是假象 不要看这个 不要说这是个恶宝母 这个人多么多么坏 其实人家是正义的化身 嗯 也有这种情况 一切都是因果 嗯 对 哎呀好感慨呀 真的是 对 所以我的感慨就是说 嗯 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 嗯 老天在看 哎呀真心 你在做的时候 也就是我在说一个现象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就一缓和觉得有个人影子 嗯 说多数的凡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嘛 还有一部分人说 曾经有那种 一个黑乎乎的物体 光压过来 对 想喊想动都动不了 喊不出来 对不对 这个比较多见 这也是一种现象 对 还经常就是说 哦我晚上上厕所吧 就不敢看镜子 一看镜子里头 怎么多了一个黑影了 啪闪一下就过去 是吧 啪一下一个白影就过去 有的时候 我怀疑 这真的假的 那我们的结果呢就是 有时候是真的 嗯 嗯 那你一般人就是被吓到了 是吧 对呀 你也别被吓到 就是人和神和鬼的世界 他有很多时候是重叠在用的同一个空间 但是就像那个电台一样 频率不同 所以彼此不冲撞 嗯 但是因为某种的原因 可能那个鬼也不知道 你也不清楚 啪 一下正好你看到了 所以这个鬼能量更强的时候 或者他真的生气能量变强 你的正好一睁眼 就看到 嗯 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比方说这个鬼吧 是前世 是你老婆 是你老公 你们俩那个时候一直打架 这个时候你成了你 他还是鬼 还没脱生 他来看 哦 是吧 趁你睡着了 不要晕 趁你睡着了 给你来一个吻 哦 你看那个 那一首歌 轻轻的一个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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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唱了 no please no please 但是 只是它是鬼 给你一个吻 你觉得受不了 他把你抵抗 所以抓着你的双手 来一个深深的吻 老天 说你再抵抗 我给你人工呼吸 马上念阿弥陀 你看看 事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说 人在这个世界 人世间 它是和 我们用神和鬼的世界 比较形象了 其实和多维的 这个生命的世界 它重叠的用 同一个空间 我们在六道里面的 这个空间都在一起 是吗 也许比六道还多 哦 所以的话 它是共同的用 同样一个空间 但是怎么样 少见鬼呢 就多做善事 多念佛 所以你想到的 都是神 都是佛 都是正面的 所以你见到的 容易见到佛光 菩萨 罗汉 吉祥的光芒 对不对 充满了正能量 是吧 而你想 我总把人弄死 所以就你想 就是恶鬼 恶煞 恶因缘 黑气 浊气 煞气 那么先煞到谁呢 就是有这个心情的人 光想着说 我们就是鬼 我们就害人 说你就容易见到鬼 知道吗 所以的话 我们说 但是说我也没害人 我也没有想鬼 可是又看到两个影子 换过去 真换过去怎么办呢 不用害怕 怎么压压惊啊 就自有姻缘 好 再去 在佛前 上香 点灯 还有一种 叫忏悔的心态 说 我今天 或者昨天晚上 我看到的影子 如果我有什么样的过错的话 对不起 我忏悔 希望你能解脱 最好到东方 流离净土去 好吧 那里比这里好多了 我们家啥都没有 你别来找我 那就这样子 好吧 如果有债的话 慢慢缓 我还为你念佛 那这样子 他就不找你了 对吧 你不要去对立式的 用这个心情 这样才可能会 赢到的佛光普照啊 所以多有个善心 慈悲心 当然在突浅的方法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说 我比如说家里有孩子 我是个年轻女孩 我胆小 那我怎么样 我避开邪气呢 用法器 有法器挂在那 法器装在包包上 还有那法器挂在身上 戴在手上 放在床头柜 放在枕头下头 这些 对我们都会有一些 避开这个 阴邪之气的 这个正能量的好方法 你看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 梁花生大师 这个微型的 这个铜像 来说它也是 一切邪气 就会回避掉 是这样的 三界中邪气都会跑掉 就梁花生大师 是这样的一种 法力功能 就是我们加持的这些法物 都有类似作用力 所以呢 带在身上 法物带在身上 往我们带法物 那些当我们的功德 不够的时候 你的法物会丢掉 就是当你的信心 你一旦丢失的时候 我给你的法物 它自动会坏掉 或丢掉 那么邪气就可以来侵扰你 知道吗 所以那说 那比如我手串 就散了丢了 这个法物我丢了 你赶快来 请购一个 好吧 不是在于贵 而在于有 你没有的话 护不到你的时候 你就出问题 好吧 因为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那个生意倒霉 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人 曾经 这个是二十多年前了 在中国 我给一个人 那个时候是那种 白色的 很好的那种保湿珠子 他带在脖子上 我给了十几个人 那个人后来 见了我之后 就告诉我 那一段时间 磕倒霉了 我说你怎么会倒霉呢 其实他那个心 退转了 而且又不修炼 不做好事 他有一次游泳 明明 那个绳子 穿着带那个珠子 在脖子上 等一完泳之后 一穿衣服 猪子找不着了 他 查遍了整个游泳池 就找不着 不知道掉哪个缝里冲走了 他那个生意一落千丈 就从商人变成穷人 就再也没钱了 再也缓不过劲了 他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第一个 你对我的信心不足 你才这样子 那么第二个 你没做那份功德 对不对 甚至你还 我就不好意思说他了 就是他 那时候 跟我说话 他说跟我说谎 对呀 那时候我们建道场的时候 他明白那个时候 最有钱的时候 他说师父 我的钱都是借来的 我挣了钱 都还出去 其实我还是穷人 我说 哦 你是穷人 对呀 好 你是穷人 结果 他最后变成 比那个珠子还白 一穷二白 对吧 我还有很多珠子呢 他一个珠子都没了 一分钱也没有了 就成了一穷二白的人 所以在神前不可以说谎 神前不可以妄加发誓 妄加发誓 师父不找你 神灵都会盯着你的 是吧 你说我也说谎 叫车撞死 你等着吧 这事就来了 所以要有正心正念 所以大家想那个护身的 所以要有好的法物 别弄邪的 有一些什么 弄些无数的东西 无数是伤害别人 而利益自己的那种 这个不能做 这是上天害理 早晚有一天会还那个债的 还债的时候就惨了 所以我们修佛 修慈悲心 好吧 叫利人利己 要这样 要利人利己 这是一般境界的慈悲 好吧 我不能说我为了众生 最后我饿死 那也不至于嘛 对不对 那么说绝对利益众生 这是更高的境界 我现在也不倡导 但是能够利人利己 已经很好了 好吧 多做帮人利人的事情 抽空多念佛 还有现在呢 比较方便 抽空呢 多到我们这个平台 来看看 如果你觉得 我讲的课的内容 你比较喜欢 精彩的话呢 一定要相互新规矩 点赞 留言 提问题 多分享 如果你哪一场都不漏掉 修行特方便的话 还要下载禅师APP 当中什么都有 什么都好用 要视频有视频 要音频有音频 练功还能做记录 之后还能评分 还能得奖 跟你们讲 我们都听得都特别的美 对 因为今天是讲这个通灵者 第一集 对 结果今天学到了这么多 很多我们都是以前 闻所未闻的 不懂的 主要这个灵性的世界 我们太不了解 而且就觉得它很神秘 对 我们光讲到这些故事之中 其实疑问很多呀 是 那么老远 它能闻到那个湖水的味道 对 那还有说 从驾驶司机的车窗外 看出去的那个景色 那他又是站在谁的眼光那里 看到那个景色 他能不能找到那样一个 对犯的眼神里 看到的那个讯息呢 是 是 他沟通了什么 沟通了什么呢 对不对 不可说 所以也想了解那么细的东西 我是希望你慢慢听下去 可能我们慢慢能够认识很多 不一定学到 能认识更多 更神秘 但是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对 还知道怎么回避看似恶劣的那个现象了 对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通灵者今天是一 那就说明还有二 还有后面的呗 好期待呀 就看我们的兴趣了 如果大家喜欢呢 我就从二之后还在讲 如果大家觉得太吓人了 我不听了 那我们就改话题 我就不讲 我只是讲什么喜洋洋啊 大灰狼啊 平底锅呀 是吧 大萝卜呀 之类的 这些没有伤害性的这种故事 是不是 喜洋洋 大灰狼 那个在哪听都能听 但是听这个通灵的 就要在师父这听 大家都还是不傻 我希望大家会听 一定要找这些问题 能提问出来 我们才能学到 是的 好吧 所以我也希望听 听多少期之后 大家能学到一些东西 对 好吧 大家都说特别喜欢听 好期的 所以说以后跟我学 会不会你通灵呢 不知道 听到第八期再说 好的 那咱们第二期是什么时候呢 物理师姐 是 物理 明天就来吧 太好了 不用等一周了 对 那我们下一期直播呢 就是明天 就是北美温哥华时间的 周六 三月十二号 晚上六点 那么在亚洲的话 是台北时间的周日 三月十三号的上午十点 明天听 师父还会讲故事 我的课程都是故事 太棒了 而且这不叫鬼故事 这是通灵的故事 没那么可怕 但是我们听几期之后呢 慢慢我们就会能掌握到 一些规律 好吧 掌握到一些规律 我们会学到东西的 会开脱我们的真正的建立 好 那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内容就到这里 好 祝大家 吉祥如意 幸福快乐 佛光普照 身心安详 你现在看到屏幕上 我这个样子 仔细看一看 你就不用害怕 网上看见什么 你只能看见我 好吧 没事的 好了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该主 indicates 大师傅 早安 大师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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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犹如彩虹般 彩虹般美丽 我快乐了 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我快乐了 我美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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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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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